开心能来到美丽的青岛 我觉得呀 今天的服务专场找我来就对了 为啥呢 我过这么多年呢 一直从事服务行业 从96年开始 当过服务员 当过传菜员 后厨房切过堆 伺候过厨师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 我早当服务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 我早干上厨师长了 你是服务员呢 但是说实话 宝哥那时候厨师没什么技能 就以俩字 勤愧 天天帮老板的鱼缸换水 换一次四十多桶 天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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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把老板的换鸡样 小宝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你换的水都比我那鱼都贵了 再说了 哪有这么换的 那鱼也需要休息呀 干点脏活累活的 无所谓 我不怕吃苦 我就怕遇着难缠的那些个顾客 我也是上菜 手上也是油油 我没这么端 我也没这么端 我这跟手拖上来的 但那大哥眼睛真细呀 我这么放的时候 大哥就这么瞄着 哎 有印 咋办呢 鸡了 跟我邀五和六来 去 把老板找来 这桌必须免贷 我来的一桌朋友 敬一圈酒 没着喝吧 这一圈下来我 醉了 我晃荡上大胳膊了 我哗哗 跟大哥说两句话 我说大哥 欺负服务员 你可真行啊 来的一桌 抖你朋友吧 也就你能干出这种事来 那在我们服务行业 要不出现你这种人的话 阿玛干起这个活啊 那都老一贼了 大哥问我一句 跟我演小品鸟 我说咋天 上来就给我来个好呀 我跟 俺地也一个摩擦 后来给我摩擦转行了吗 然后啊 说两句话 我现在看到所有人 再有人欺负服务员 我就看不过去 头两条 我跟朋友一起吃饭 服务员到最后的时候 忙碌到最后了 把菜汤 伤好哥们裤子的时候 我哥们刚要站起来 我说哎 坐 烫着你 老 新疼裤子不容易买一雕 买十雕 能要吗 我也不能买呀 对不对 这也没欺负人 钱也省了 油又没啥到我身上 结大欢喜多好啊 后来不就改行 唱二人转了吗 我发现喜剧这个行业 也是个服务行业 但是剧场里的观众 更难伺候 那时候我就清楚记得 有个大哥来剧场看戏 穿一个黄色的雕 坐中间 刚入秋他就穿上了 我也不知道 向我炫耀什么 我上台的时候 我摆了三排啤酒 每一个啤酒上面 插了一个百元大钞 让我喝 宝哥不能喝呀 我也不会喝酒 不喝不给面子 我大哥你干啥呢 钱是不能掉 我告诉你 我说我不能喝就不能喝 所以 我能够拿钱吗 大哥说不好使 说啥都不好使 不给我面子就是不好使 我没办法了 我说大哥 那不行我给你唱个歌吧 不听 我说给你跳个舞 跳个力舞 跳了六分钟你溜啊 我说大哥祝你溜溜大顺 大哥还是不依不饶 不行 我大哥非喝不可吗 我要非喝的话 我先问一下子 我要喝多了 骂人的话 你能不接 我不想再转行了 人呐 没办法 有的时候从事服务行业 多多少少都要经历 受一些这个委屈 很正常 但我很幸福 我也很开心 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没后悔过 因为我知道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也快乐 有一次 在这场震演出呢 一个父母带着孤女儿 找到我了 可我可找到你了 我吓懵了 我咋的了 你别害怕 后来我一了解 孩子抑郁症了 由于经常看我的作品好了 那个女孩本个鲜花跟我说 小班老师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 我想这就是我的服务理念 把别人造正亮 把自己塞去黑 都说什么生活的意义啊 工作的意义啊 这不也是一种意义吗 服务人精神世界也是一种服务 对吧 能够让你们在最不开心的时候 能够笑出来 你开心 我也开心 喜剧也完嘛 涂的就是一个皆大欢喜 多好 我是宋小宝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我说快点啊 别一会儿说到一半 人就凉了 很开心 来到怎么办脱口秀 专场的收官业 非常兴奋 很久没有参与这种 大成本大制作 低评分的综艺了 李淡 淡总 搞团宗其实简单得很 你们得先红 再糊掉 才能做团宗 不能上来就直接做 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呢 就是努力的糊一把 加油 你们肯定可以的 我们那个节目能成呢 因为我们六个人 都足够的糊 别人做节目 时刻都要考虑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彼此的黑历史 那是光光地往外说 毕竟也没有什么 可以失去的了 顶多失去彼此 什么张远做婚庆歌手啊 苏醒杂电视啊 王月姓离婚啊 说了个遍啊 当然你们也天天说离婚了啊 这点算是学到皮毛了 就差一个杂电视的婚庆歌手了 王勉 看好你哦 看了我们节目的观众都说呢 很难得在一个真人秀里 看到有真感情的嘉宾 那可不 我们几个都是一路落魄过来的 感情相当纯粹啊 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因为根本没有利益 名气大的那几个啊 张杰啊 魏晨啊 都没来 很遗憾 他们这几个一直红的人 就这样错过了翻红 那鱼呢 这几年比较流行复古 因为现在实在没什么好东西 有好东西谁还看老东西 包括邀请歌 比如现在的音乐 几乎没法听 我这个老东西的机会就来了 有一首歌叫破译 之前上了热搜 是吐槽影视圈的 那我唱两句啊 大概就是 开机被刷屏 一部烂片又破译 朋友圈里的圈里人在相互作息 好像不跟着点个赞 就会被唾弃 谢谢 是不是还可以啊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 我现在才找到机会打歌 我手上还有八十多首歌可以打的 这些歌都挺有表达的 不光吐槽影视圈的 还有吐槽音乐圈的 吐槽idol的 这样狐行凶嘛 就只要你足够狐 想怎么表达 就怎么表达 想喷谁就喷谁 我那不是简单的狐 是喷狐 当年的内域呢 还是很精彩的啊 我们当年比赛 唱歌是要全开麦的 虽然有瑕疵 但是真实 现在别说全开麦啊 半开麦 已经是很努力的哥哥了 更多的是假唱 挂个tune啊 自己不出声 闷声发大财 居然连脱口秀演员 都要来假唱 就你们那个 什么团歌啊 什么别憋 别憋 别憋 就那么几个字 还要对口型 还对不准 假唱啊 也是有门槛的 不是人人都能 假唱五分钟的 好吗 现在的idol呢 就是被包装的 一点瑕疵都没有 完美的像个假人 他们只活在 自己的广场和抄话里 有一次我看一个idol 发微博 头五分钟啊 只有十几个评论 第六分钟 光的一下干到三千 你不这么扯呢吗 所有人都蹲那踩点 给你评论是吗 我从头盯到尾 我跟你说 除了我没有人那么闲啊 那有人就说了 你天天盯着微博 干嘛呢 我在微博趴活啊 现在好多节目 都说要你腰苏醒啊 就连披荆斩棘的哥哥 你腰名单也有我 就没有一个食腰的 我就不明白啊 就你看我现在啊 没活 档期多 没咖位 配合度高 没市场 不涨价 我只想对这些节目组说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你明天找我也可以啊 后天我就怕你记不起 还好呢 感觉脱口秀节目 没有忘记我 又找了我一次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现在是 有活就干 有胎就战 我知道 我可能还会在乎 但我不在乎 双鸭 Skirt 其实说个心里话啊 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糊 万一你们糊了 再做出个爆款的团宗 就再也看不上我了 谢谢大家 我是四星 感谢一下 节目组吧 真诚的啊 因为上次 是另一个叫吐槽大会 一样类型嘛 一样是我们腾讯视频 播了以后 反响比较好 虽然我看起来又黑又胖 丑得更猪一样 但是 很多朋友说 哇 很棒 心哥 又看到你重新 活跃在荧幕之前了 因为当时 我没有粉丝嘛 今天这个 我的粉丝会 私下里给我 私信 说这个心哥 你现在 比以前红很多了 让你感受到 你的人气 于是今天来了 有七个粉丝 很开心 我的 职业生涯 由于我们的 脱口秀大会 得到了质的飞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今天 Alan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今天 原来我每次说 就可以有掌声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今天跟各位聊一下 我要这焦虑 有何用 这个提到我苏醒 大家知道 我在娱乐圈的地位了 歌虽然不火 但是人 也不红 所以很多朋友呢 总是替我操心 说 苏醒你混成这样 会不会经常很焦虑 sorry 真不会 我这个人 生性乐观 很少焦虑 让各位失望了 就像之前 刚才你们提到 我去这个 中国有嘻哈 以大魔王的身份 跟这个 中国最强的 rapper们 同台PK 我一样没有焦虑啊 对不对 我苏醒混迹 华语乐团 十年多 靠的就是 好心态 后脸P 而且不要看 在节目里 rapper们在台上 各种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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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其实 私下里沟通的 还是比较好的 就像娃娃 提前给我发私信 说 诶 星哥 你是大魔王吗 你选我PK吧 我就很开心啊 娃娃很尊重我啊 后来他接着说 星哥 我想晋级 算了嘛 毕竟是来工作的嘛 而且收了人家的费用 收了就输了 比较乐观 但有一点 很受不了 节目组 把我拍得 非常的黑 都看到了哈 就可能他们觉得 我的嘻哈不够纯正 拍黑一点 拍出嘻哈本色 以肤色取胜 我当时看那个视频 回放的时候 我气得胃疼啊 可惜现场没有胃药 当时我就想 如果有答系 赞助我们的节目 就好了 这个广告 是不是特别的生硬啊 确实很生硬啊 但没关系 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以我苏星 如今的地位名气 想听到我念广告的机会 已经不多了 好了好了 黑就算了啊 把我拍得黑 他们还装嫩 我唱完 在台上 潘伟博啊 啊 星哥 厉害啊 这个歌啊 醒哥 潘伟博 37 我33 他出道比我早 他叫我醒哥 我得是有多老 而且人家潘伟博的外号起得好 不管他年纪多大 别人都叫他什么 潘帅 潘帅啊 对不对 叫我醒哥的是给面子 是客气的 很多人不给面子 不客气 直接叫苏星 还有一些演艺圈的后背 更加直接把苏星调过来 醒苏啊 谁是你叔啊 就醒苏 没劲没劲啊 07年呢 我是以快男的身份 入行出道 然后呢 当年跟我同期出道的 一些选手们 都后来各自选择了 自己的道路 像之前来过的 于浩鸣 拍戏 对不对 像 楚生 唱歌 像王月鑫 生娃 拍戏 像我 唱歌 上综艺 但是我们都不太会焦虑 因为我们是快乐男生 跟他们不同的是 我是真正的快乐 哎哟喂 真的是 没有什么比吐槽 同行更爽的事情了 好了 开个玩笑 虽然我呢 很乐观 但是我真的就一点焦虑 都没有吗 其实不是 我今年真的是33了 当然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啊 目前我还是一个人 你们可能更看不出来的是呢 其实我经常会焦虑 我怕自己会孤独终老 刚出道的时候 参加一些饭局酒局 跟年轻漂亮的姑娘们聊天 他们会说 行哥 要不要送我回家 哇 哎呀 哎哎哎哎 不要质疑啊 不要质疑啊 实话实话 哥也是有颜值的人 曾经青春过好吗 现在在参加这样的酒局聚会 动不动 大人家一轮 再跟他们聊天 他们会说 行哥 要不要送你回家 都八点了 当然了 作为一个有要求的创作歌手啊 作品不温不火 也让我非常的焦虑 前些日子 我跟我的好朋友 何杰何大宝 一起出了一首 我新专辑的主打的单曲 叫Stand Up Again 好听啊 非常洋气的名字 国际化的制作 宣传的这个方向都想好了 我就是西安的阿姆 他就是贵阳的雷哈娜 结果 作品一出 众网友纷纷留言 可喜可贺 凤凰传奇 后继有人 这真的不行 说到凤凰传奇 我真的特别的悔恨 痛心疾首 我怎么说 也是在澳洲留学八年的 最终还是没有 把英文研究透 我怎么会想到有一天 只说幼就能红啊 好了好了 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呢 焦虑这种东西 真的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不要因为 一点点小小的焦虑 就打破了自己的步伐 好的时候 别嘚瑟 不好的时候 别丧气 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才是焦虑的最佳解药 所以我必须说一句 脱口秀大会 真的是我出道十年 我认为最适合 我的最好的节目 没有之一 谢谢 我也借这个机会 恳请我们腾讯视频的 各位领导 下一季的节目 多多地考虑我 好吗 之前的一些老前辈 就别请了 那个刷刚老师 身体还好吗最近 别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我啊 好了 再次重申一下 我的优势 物美 价廉 主要是价廉 我是苏醒 谢谢大家 哈喽各位好 我是Alan苏醒 很开心 来到脱口秀大会的半决赛 作为你们的忠实粉丝 实不相瞒 这一季节目 确实一季都没看过 不好意思啊 就是今年这个活 确实多了那么一丢丢 你们的口号是 每个人都能快乐五分钟 我可是快乐了大半年啊 太开心了 我呢也是比赛出道的啊 今天看到郑君老师 挺开心的 07年快乐 07年快乐的时候 他是我的海选评审 不过他没选我 就是可能我当年做的音乐 比较的辛丑 而且评审有自己的喜好 这很正常啊 所以各位选手 等一下 如果我没拍灯 希望大家理解我 我有我的喜好啊 如果郑君老师没拍灯 希望大家也理解他啊 他可能就是不懂 看到没有 15年后 他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哎呦 我太害怕了 真的是啊 回想当年的 其实我们那个 07年的快男 是挺团结的啊 因为当时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敌人 就是我本人啊 确实也是稍微优秀了一些啊 他们都有点排挤我了 但是我也没有客气啊 把他们都PK掉了啊 后来我就问王远欣 我说 哎你们这么团结 怎么都没有淘汰我呢 然后他说 哦 别提了咯 当时光顾着排挤 往排连咯 后来那个比赛呢 是陈楚生拿了冠军啊 我还挺开心的啊 因为我是那种呢 不想过于出头的人 哎 得有个大哥在 哎 有什么事情 大哥顶着 但是没想到就是 后来大哥是第一个跑的 我们就纷纷跟着解约了啊 大家发展的都差不多 差不多的不红啊 还是你们脱口秀的大哥 李旦好啊 这么多年一直不跑 独自承受着最红的烦恼 这些年呢 我们那个再就业男团的几个哥们都在一起啊 那今年快乐再出发稍微火了以后呢 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 结果网友说我们是捆绑营销 这就真的不理解啊 以前不火的时候 你们说我们可是不离不弃啊 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没有捆绑营销 以后有什么活儿 请冲我一个人来 我累点没关系 不能让我的兄弟们蒙受冤屈 现在呢我们那个团宗正在筹备第二季啊 我也是担任出品跟策划 谢谢 今天来呢也是希望学一点先进的经验 不吃瞎问嘛 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核心要素 经典娟参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有4.0克原生乳蛋白 哦行了学到了 你们节目最有营养的也就是经典了 当然了啊 也不能光顾着赚钱 还得有追求 很多人都知道我想上春晚 我已经连续六年按时准点在微博上 表示我要上春晚 可以说我是向春晚发出邀请最多的艺人 大老师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希望明年我能上春晚 只要能上 哪怕像你效果这么好也行啊 这么多年的大起大落过来啊 其实我想对今天的选手们说 参加比赛名次对未来的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 就算每年被淘汰也没什么 坚持就好 我们再就业男团的经历证明了 只要你一直原地踏步 就一定有机会再出发 我是苏星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双四龙 其实去年我来过一次吐槽大会 然后我觉得来吐槽大会最开心的呢 就是认识了李旦哥哥 李旦哥哥也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对 谢谢李旦哥哥 你说哪个正经音乐人用这种手机壳 就是个正经人也不用这种手机壳呀 还好这个手机壳跟我的手机型号也不对 所以谢谢李旦哥哥 另外跟社会各界通报一下啊 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沈阳明星群我已经加入了 对 但是这个群里面没什么人唠嗑 对 一点都不然 然后群里就是有人发一些什么工作机会啊 合作什么的 感觉就是个沈阳明星在就业群 对 然后新姐也在里面 我今天能来呢 就是因为我接了新姐的单 现在这个通告太不容易了 还好我手快 不然就被海涛哥抢走了 当然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音乐 然后我开始就是个大学生 然后因为喜欢唱歌 然后把自己的歌传到网上 被大家听到 然后就这样慢慢地就走上了音乐道路 结果走着走着呢 就发现走上了QQ音乐的道路 还一不小心成了QQ音乐三巨头 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演出 我看到主办方给我准备的演出服务 我都觉得自己就献个QQ秀 当时呢我称霸QQ音乐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我 就说这汪苏龙是不是买榜了 我当时非常的冤枉 又自豪 你说我看起来就 就这么有钱吗 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可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人说 你知道吗 汪苏龙的歌都能到榜首 然后另一个人说 怎么可能 汪苏龙是谁 我也去听听 就这样一穿十十穿百 我的歌就在榜单上 居高补下 一直下不来 所以在很多人心里 我一直定格在那个时期 永远是一个巨头的样子 然后就好像电影里面说的一样 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 三巨头就像是这座大山 压得我一个头三个大 当然也总有人劝我 说不要总提三巨头了 因为总蹭自己过去的热度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摆脱 首先一定要面对 我不怕提 因为我提得起就放得下 现在在网上 我的名字经常跟 居然啊 竟然这种词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经常有人会说 我居然在听汪苏龙的歌 竟然还有点好听 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了 对于这些不自信的朋友们 我汪大夫 要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你们的耳朵没问题 并且还很有品味 还有些人呢 刚一听就觉得 这个不错呀 但是一看汪苏龙写的 就觉得这个没那么好听了 就比如说 花千古的主题曲年轮 就是张碧晨 你唱了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对不对 但其实年轮这首歌 词曲是我 原唱是我 就这么说吧 除了张碧晨 这首歌都是我的 是不是这么一说 觉得张碧晨那版 也没那么好听了 其实我唱的还可以啊 我参加过蒙面唱将 然后翻唱了一首追光者 也还算挺火的 所以我有时候就怀疑了 是不是创作跟演唱 不能同时由我来进行 我是看明白了 我和我的歌 还是分开比较好 祝我的歌幸福 当然我跟别人的歌 也会很幸福的 谢谢 为了给大家展示 更多风格的音乐 然后我最近还参加了 我是唱作人 结果上这节目呢 我直接连输了两期 一下子给我干萌了 很不服 之后第三期的时候 我就唱了一首不服 结果就赢了 再过了两期 还是被淘汰了 我又服了 不服不行 当然也有人批评 我的胜负心太重 说要看难输赢 才能显得豁达 再一输赢就是输不起 但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胜负心 既然是比赛 就有输赢 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如果你问我服不服 我永远都不服 谢谢大家 我是王思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思龙 很开心呢 今天能够来到 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这个笑口文化的节目 也是录了挺多的 但是很奇怪 一点都录不凡 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听说最近这个 脱口秀大会正在录制 我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忙 所以李淡 我这个情商这么高的人 就是点到为止了 好吧 提前谢谢李淡哥哥了 然后刚才其实大家 一直都在说我们这个 尴尬九分钟这个事件 作为当事人 我今天真的 给大家还原一下吧 因为其实说起来 也不是太复杂 就是丹姐呢 提议大家表演节目 大家不想表演节目 丹姐偏偏让大家表演节目 大家偏偏不想表演节目 所以当时场面呢 一度很尴尬 我说句公道话啊 我向来心直口快 有啥说啥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 太不应该了 你说给长辈表演个节目 那不是我们晚辈 应该做的吗 前段时间呢 我跟志胜也是录了 我们这个桃花屋 然后我们也成为了 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志胜这个人 就是特别地爱拍马屁 我们 我们六五零电台 网上面试的时候 就问他 我说志胜 你怎么评价 李雪芹的脱口秀 志胜说 我不配评价 李雪芹的脱口秀 真的 后火 就是说这是 人缘未到 马屁先行 而且志胜呢 拍马屁讲究的 就是一个语录 金毡 上到电台台长 下到保安保洁 宁可错拍一万 不可放过一人 志胜能有今天 都是一步一个手印 拍出来的 当然了 志胜这种射牛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这两年其实在网上 看到的这个 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射恐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词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流行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现在就感觉 不说射恐 就感觉自己不时尚了一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射恐这个词 现在吧 已经不流行了 因为现在都流行 孤勇 爱你孤身走安乡 你看看 太火了 太火了 那么聊到社交呢 其实我觉得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能够真正的 这个掌握社交的主动权 从小我的老舅 就总让我表演节目 然后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怎么拒绝 就只能装作 自己不会唱歌 但谁能小荡呢 后来就成为了一个 这个小有名气的歌手 没办法 这个我的优秀 不允许我那么低调 后来呢 我老舅 再让我表演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老舅啊 我这个商演也挺贵的 是不是 后来老舅啊 就真不再让我表演节目了 只说我忘恩负义 很多人说 我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其实我真的很警惕 这个说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法 往往代表了你 好像没那么真诚 所以我觉得 自己情商真的不是很高 那个时候 导演组就问我 我说 那你觉得效果 文化情商最高的人是谁 我说是李淡 他们说 你这情商不是挺高的吗 我说你们不懂 这不叫情商 这是真诚 而且呢 社交还能增进 彼此了解 因为我自己是个 很热情的人 所以我很想把那些 没那么热情的人 带动起来 比如说王建国 他就是一个 很宅很设恐的人 然后我就会跟建国 发微信说 这样吧 我每天来跟你说一句话吧 他说别了吧 哥哥别了 我害怕社交 然后我就逗他 我说你害怕别人可以 你这么害怕汪苏龙 你这是恐龙啊 他没有回我 所以可见社交 确实曾经了解 这次之后 我就了解王建国了 第一 他不是真的喜欢谐音梗 第二 他是真的恐龙 好 今天聊了挺多的 其实我这个 始终坚持一点 就是你不要把社交 当成一个有用的事情 因为社交 其实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社交唯一能给你带来的 就是情绪 不用刻意迎合别人 不要带着目的去社交 我很期待 再次上效果的节目 我们脱口秀大会再见 谢谢大家 杀生德 呜 飞摇金城仰大笑不缺氧 欢迎收看由宇宙 舅飞老字号 京都念子安独家灌银的脱口秀大会 哎 大家好 我是文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开始来的时候有点紧张 但是一看这少干户是特踏实 高兴 而且他在我这心里有底了 再怎么吐槽 总有他垫底我不在乎 这个今儿要来的话题叫什么呢 拒绝虚假 be real 虚假我太熟了 毕竟我扮演了那么多年的和尚呢 真的 你比如说现在 我要发自肺腑的说说一句话 我觉得脱口秀大会是最好的脱口秀节目 在座的是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耶 这话 不太real 是吧 其实说话说回来了 这个生活中啊 我们真没必要太苛求真 也别太刻意的去回避所谓假 因为大家想想生活本来就是个大舞台嘛 从早上你一睁眼睛开始 你记住家的外头 你就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了 是不是 家里有父母就有子女 是吧 你出去 有老板就有员工 有假方就有乙方 有键盘侠就有张绍刚 这是肯定的 是吧 所以说真假本身呢 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对错 关键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假 什么时候该真 这是最重要的 你比如说 就我而言 刚才大伙都举了例子 我喜欢收藏 我主持过收藏节目 那么我对你假文物啊 好像就一定追求真 真没错 我一向抢着趣味存真 在节目里遇到艳品假货 我就咔 咔 大伙说 你就对艳品那么恨吗 不就一个瓷瓶子吗 至于的吗 其实我的意思啊 是通过这种形式呢 给大家提个醒 提什么醒啊 比如说您喜欢收藏 建在家找我好东西 人家说这东西都得棒 多少年份 好 你看 真好啊 宝贝啊 而且据说 全世界就这一件 购品啊 心里就在暗唱着 而且便宜 据说拍卖能卖一千多万 他 八百多万 不是 八百块钱就卖给我呀 这便宜大了 太美了 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 就要想一想了 我那个画面 咔 给你提个醒 这个 十五八九 是赢品 假货 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 万一呢 有的朋友说 万一呢 九千九百九十九次都是赢品 假货 但是有一次 是真的呢 即便如此 你也应该想到 我那个画面 咔 那是什么意思 那也是在提醒你 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居然不叫上我 所以古董收藏呢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但是作为演员 恰恰相反 就是要把假的 演成真的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比如我演和珅 就是把假的 变成真的 让人信了 别人就没事老叫我 哎呦 何大人 有一位主持人 我上台之前帮我热场 有一次居然这样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热烈的掌声 欢迎 王刚的扮演者 何神何大人 完全搞混了 弄得我上台还得解释 别这么叫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何大人 你要叫的话 应该叫何宝宝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这个娱乐圈 好像流行什么 卖人设 是不是啊 我就发现了 有这么一种现象 前几天我就给概括俩字 叫媚青 大家都听说过媚俗 媚外 什么叫媚青啊 就是取悦 惨媚 年轻人 这多半指着像我 或者稍比我年轻一点的 一些娱乐圈里的老人 觉得自己好像有点 有点日波西山了 没谁认识自己了 而现在网络很重要 网友们大多都是年轻人 于是他也满口的 网络用语 就是为了圈粉 也故作年轻 满口是网络用语 弄得跟自己 也跟十八岁似的 其实什么年龄的人 说什么话 再正常不过了 否则不仅我自个儿别扭 你们听着也别扭 你比如我在外边 见到谁打招呼 老张 老王 李局啊 王先生 挺好 你说我要换一种方式 我要是 You're man Scare 这变着 是不是 不合适嘛 学得不像哦 在这里呢 我真的想告诫那些老朋友们 不要被潮流所左右 Just keep it real man 除了一些老演员 那个卖人设呀 卖枪啊 有的年轻演员 当然也愿意卖人设 在这里我奉劝这样的朋友呢 卖人设真的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人设 迟早是会被崩子了的 知道吗 要说人设的话 没有谁比我的人设更强了吧 一辈子跟和珅都绑在一块 但是我的人设 前龙爷 嫁崩那年就崩了 不仅人设崩了 没过多久 连人都崩了 其实坏言之外 人设就是一种角色类型 你也不能全然否认 你比如我的定位 那不是我定的 那些观众或者导演 这边人定的是和珅 坏人演这个合适 我不想改变吗 我就不想演个好人吗 机会终于来了 最近我跟张国立张体林 我们仨人演了个话剧 叫段金 拿到本子的时候 编剧也没安排谁演谁 谁好谁来 没有 先是周静芝 先生他是编剧 给我们读本子 读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提议了 我说要了 别念了 我们自个分头吧 你演谁 他演谁 我演谁 最后 很自然 张国立还是演的好人 张体林是演的不好 不赖的一个混混 我还是个坏人 没办法的事情 不是我们愿意 因为大家有东西 欣赏的定势 他就觉得你演好人像 你演好人挺逗的 演坏人 我的心里话都说了 演好人 但是没有办法 好了 年轻的演员们 更不要相信什么人设了 还是要相信演技 虽然说生活是个大舞台 但是这出戏呢 还是需要我们 全情的投入 只有这样呢 在他落幕的时候 才会获得鲜花 跟掌声 被人们永远的铭记 当然每个人 都有懈怠的时候 那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还劝你 相信我砸眼皮 那个时候 那个情景 什么意思 振作其精神吧 朋友们 谢谢大家 我是王刚 大家好 我是王金 今天是影视专长 他找我来是很适合的 因为我是导演 监制 又是编剧 又演过戏 我能聊得很多 而且你们也知道 香港电影人呢 是很敬业的 我一听说 他们要找我 我就把剧组 丢在横店 自己跑过来 赚外快了 好多人说 现在是影视寒冬 实在寒冬 早就经历过了 97年到2005年吧 香港电影 就已经陷入低迷了 只有一部无间道 能挽回点面子 现在这种情况 见多了 就知道原来哭爹叫娘的 都是混子 怎么不见张一谋 抱怨寒冬呢 我也不会啊 我实在还有五六部戏 在筹备着 所以我现在一点不怕 就问你们怕不怕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这几年 好作品那么少 实在好的作品 从来都少 我拍了四百多部电影 真正好的 也就那几十部吧 剩下的 就是李诞说 那些了 而且文艺片 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大家只看 他们都不赚钱了 就懒得跟他们计较 还是集中骂王精就好了 但我赚钱了嘛 也懒得计较 这几年 很多人拍网大 我也兼致了不少 有些人说 王精为什么 沦落到拍网大了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啊 这几年在网大 训练出了很多好导演 而且在外国 很多奥斯卡大导演 都在拍网大 就连Will Smith 今年也是靠拍网大 才沦落成奥斯卡影帝的 对 对 就是那个 打了脱口秀演员的 Will Smith 那他们也就敢说我而已 有本事去找Will Smith 说说看 看他 有一部分的影评人呢 我有时是 真的很有意见 他们就是为了刷存在感 而且极度双标 评价一部电影好不好 就看他跟导演关系好不好 所以我是从来不在乎的 谁骂我就骂回去 谁夸我 我就跟他做朋友 潘飞啊 天龙八部大年出去上了 我们先做做朋友 到时候你夸我啊 写影评是个人 金像奖是团体 每年颁奖都有人问我怎么看 我又能怎么看 我都没有 我也不需要一个坏掌牌 来证明自己 可是 如果他们真的有一天把奖给我 我也会说 金像奖实在太公平 我们的圈呢 有一种人可以不理影评人 不要奖 也不要票房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只要他家里有矿就行了 我还听说有父母 为了让女儿圆梦 为他定制了一部电影 还找了当红小生当男一 这样当然没有问题了 你找古天乐 吴彦祖都行 找我都行 虽然找我就不知道你图啥了 如果家里没矿的话 那就现实一点 三十多年之前 有家公司叫新日成 拍电影就非常现实 一个导演拍到一半 老板一看拍得不好 马上就把你换掉 就是王家卫在这个公司写剧本 七天交不出来 就被开除了 可是我 从来没有被人换掉 因为给我七天 不要说剧本 戏我都拍完了 所以说句真心话 我觉得真正健康的电影市场 是要有王家卫 也要有王金的 一般来说 七个王金 配三个王家卫 就刚好了 现在是所谓寒冬 可以压缩一两个王家卫 多一些王金 毕竟一个王金就会有十多部戏要拍 艺术艺术不重要 先开工 让大家吃上饭 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 你要跟我干 能吃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有海天蚝油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了 你看我就先吃上了 我吃饭的时候也放海天蚝油 加一点 确实行 无论如何 入行就学会的一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 不管有没有王金 电影都会拍下去的 与其花时间批评我 倒不如把时间放在创作上 这样寒冬很快就会过去 春天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李诞啊 你们就不过要来 霍霍电影行业了 观众不怕 我怕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林 说到演员 很多人都会问我 王林啊 你们当演员的 演戏好啊 演戏好 那个都不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假的 你们生活中 是不是特别会演戏啊 那个都是戏精吧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演员对我来说 是一个职业啊 是上班 那个24小时不下班 也挺累的 那再说了 如果我生活当中 跟你们演戏的话 你们给我钱吗 啊 给不给 不给吗 是不是 那生活中就没有必要演戏了 当然作为一个演员 必须要认真 演戏的时候 要琢磨角色 需要很长的时间 投入在角色里面 前一阵呢 他们让我演一个皇后 我就很苦恼啊 我明明是雪姨啊 我怎么能演皇后呢 而且 演皇后的时候 那些什么本宫啊 哀家呀 臣妾呀 这些称呼 我都搞不清楚 幸好刚才后台 我见着王刚老师了 我这个高兴啊 因为王刚老师 是一个古装系的老戏谷 我就去请教王刚老师 我说王刚老师 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我在演古装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称自己为哀家 什么时候是本宫 什么时候臣妾呢 王刚老师想了很久 说 这是娘娘跟皇上的私事 奴才也不好插嘴 其实呢 我觉得演戏就是演戏 演戏跟生活 是完全是两码事 那我演完雪姨以后呢 很多人都说 哟 你演坏人演得好啊 你好像没有演过好人嘛 啊 你是不是演本色呀 你如果不是演本色的话 你那么狠 你眼里面那么狠劲 你怎么可能演得出来呢 啊 我觉得其实版派挺难演的 我是一个温柔的小女子啊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导演总是让我骂人 总是让我演狠 就拿那个敲门的那场戏来说吧 那个导演说 啊 你好好想想啊 那个 陆振华 你恨不恨他 啊 你恨不恨他 你好好想想 我说那陆振华人挺好的 我干嘛要恨他 那就想想八一太 他把你的男人都抢走了 你恨不恨他 八一太也挺可怜的 王林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这个午饭就不放了啊 全组人跟你一样 没饭吃啊 我这一下狠劲 我就出来了 我对导演说 哼 好大的口气 就这么一整天 一边敲门 一边骂 整整骂了一整天 骂得我是精疲力尽的 那天拍完戏以后 我回家钥匙没带 我妈在家 我连敲门 我都懒得敲门 我这一抬手 我就想起我的台词来 你有本事抢男人 哟 妈 您没这本事 您真没这本事 当然还有一些 临时演员到剧组来 也挺难为他们的 临时演员嘛 台词功底不好 那我们就想出一个捷径来 用数字来代替台词 然后呢再配音 所以那些群众演员 演伤心欲绝的时候 就是这样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演深情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那个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演心喜若狂的时候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邻居家的 WiFi密码 所以 这些临时演员的台词老师 原来是数学老师 其实呢 你平时也是这么演戏的 是吗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应该尽量地真实 但是 前提条件是要尊重别人 我觉得智琳就做得很好 我们一起上真人秀 参加节目 她兢兢业业呀 从来不抱怨苦 但是我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克制不了 自己的脾气 不过他们说 节目嘛 大家如果一团和气的话 还有什么意思呢 节目总是需要一个 吵架的担当的 那为什么我就是 吵架担当啊 那万一呢 万一我不吵架了 那万一我变得 特别温柔呢 万一节目组 看错人了呢 哎呀 想不到 节目组每次看人 都那么准 其实无论是在镜头前 还是在生活里 我一直都在 be real 我高兴的时候 就尽情地释放自己 难受的时候 绝不压抑自己 嗯 有人问我 在生活里 到底是真一点好 还是假一点好 我会告诉你们 姐们高兴 就好 谢谢大家我是王林 大家好我是王小庆 上个节目而已呢 咱们就把公司送给我了 感谢 感谢我的好员工李旦 很开心来到 怎么办专场 李旦之前说 这个节目很难做 现在真的请嘉宾很难 这有什么难的 是你们不会的 请嘉宾只需要把人逼到墙角 然后跟他说 别说话 来说脱口秀 今天的主题是别憋着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我不想当霸道总裁 因为我不想再穿西装了 我现在到哪儿 大家都要求我穿着这个 整套的西装 今年有多热啊 还要求我穿全套的西装 大家都说 霸道总裁就应该穿西装啊 这是众望所归 对 你们是众望 我中暑 所以今天这条短裤 就是我最后的倔强 而且制作单位非常过分 不仅要求我穿西装 还要求我穿着西装跳舞 跳舞 跳舞 跳舞有什么好看 跳舞有什么好看 到哪儿都说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跳舞有什么好看 实在是啊 这个 干我们这一行的 男人钱财与人消灾 没有办法 好 这个西装也穿了 舞也跳了 现在要言归正传 欢迎 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慢综艺 叫这个追星星的人 怎么说呢 这个慢综艺 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 就要起来化妆 然后自驾赶路 一天开几百公里 然后到了晚上呢 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这个时候导演说 快点出来看 星星出来了 我都崩溃了 导演 早上四五点钟 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 关键呢 就是我出场 特别花时间 因为还要穿 三件套的西装 真的很费劲 那个节目呢 不光有我 还有我亲爱的学长 吴奇隆 两个人加起来 今年刚好满一百岁 其实根本不用抬头看星星 我们两个坐久了之后 只要站起来 就看到星星了 你说人到中年这么久了 追随什么潮流呢 前一段时间听到身边 几个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说哈 还在玩剧本沙 土豹子 现在都玩飞盘 听到这个话 我就默默地把我大富翁收起来 然后放在我的象棋旁边 当然了 我觉得年轻人呢 这个追求这些流行的这些玩意儿呢 就是包括录影啊 飞盘 那是为了合群 对吧 有同才压力 但是你要说 十几年前 你说我去野外住一晚 人家肯定觉得 你有猫病吗 在家待着多好呢 有空调 有电视 关键还有象棋 我跟你说 我下象棋的时候特别霸道 动不动我就跟人家说 别说话 将军 而且现在关于什么娱乐圈有一些人设啊 标签啊 比如说什么吃货 毒蛇 人间清醒 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当然了 现在连我也不能免俗 也有标签 我在前两年一个戏 下一站是幸福里面演过一次别人的舅舅 在剧里面各种怼我的外甥女 不惯着他 观众说 怼得好 说我是国民舅舅 我惊了 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得这么细 老公负责挣钱 舅舅负责治病 二舅专制内耗 大舅专制矫情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 很多事情会看不惯 火气就会有点大 看看我们刚刚苏醒 骂流量 骂爱豆 这个苏醒啊 你这套气 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骂也没用 要我呢 我就跟他们说 就烦死他们 怎么样啊 恋爱了没有啊 被拍到了没有啊 实锤了没有啊 热搜撤了没有啊 续悬了没有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 看不惯的事情呢 不表示我不能够理解 我当然理解 这很多事情我内心都是理解的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对吧 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呢 让自己舒服一点 愿意露营的就去露营 愿意玩飞牌的就去玩飞牌 不想穿西装的 就不要穿西装 愿意跳舞的 那就跳会吧 谢谢大家 我也不憋着了 再见 哎 等会儿再喊 哎 到我了 那个 大家好 我是吴欣 今天这个主题呢 叫我不是第一名 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我 因为呢 其实大家都了解 我这人吧 从小到大 基本我就没怎么得过第一 我印象中 比赛最好的名次 可能是大概就是 12年前 参加那个 大本营主持人的比赛 我得了第二名 然后第一名呢 是杜矮涛 当时我觉得 这当第一名真的太累了 而且真的 没有什么用 大家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杜矮涛在大本营 是不是跟我一样 还是一直在争到第一 它有什么用 而且那个时候吧 说实话 刚去大本营的时候 就是每次我们 从后面走出来嘛 有请主持人出场 然后五个人就走成一排 下面的观众 哇 何老师 哇 娜姐 哇 佳哥 没了 然后我们海涛就 现在不会啊 现在还可以 然后我们俩都很失落嘛 但是站了几年 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五个人又走出来 下面观众 哇 何老师 哇 娜姐 那个哇 佳哥 哇 那个谁 哇 还有那边那个谁 我就下了接受吧 就是至少这也是一个进步嘛 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 哎 不对 为什么观众里面 突然间有一个人喊 哇 杜矮涛 我就跟自己说 不行 吴欣 你这个时候再不努力 你真的是太没脸没皮了 你必须要回去 好好反省一下 于是在下一次 那个录节目的时候 我也仿照那个杜矮涛 我拼命地用麦克风喊 呀 吴欣 我好喜欢你 这不是就有支持者了吗 而且这世界上 我一直不理解 就是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 就是我自己不想争第一 我不着急 他们着急 哎 吴欣怎么这么不努力啊 你这么长时间 你站在大饼这么好的平台上 你想什么呢 你每天在旁边晃晃晃晃晃什么 我晃什么了 按你事了 然后就是大家就说那个 你为什么做游戏总输 你为什么总输 我自己呢 非常深刻地反省过这个问题 我想不明白 可能这个 是我的一种天赋吧 就是你看 谁做游戏 输得这么毫无违和感 输得这么让你心服口服 我觉得我仔细想了一下 可能这个就是 我在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大家说 你在大本营待了这么久 你就是一个人生赢家 我今天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 对 你们说的特别对 我就是人生赢家 爱输才会赢 然后这么多年的主持经验呢 我其实总结出来一个道理 叫做 宁坐凤尾 不坐鸡头 就是快乐大本营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 这个确实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在外面站着 其实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走出快乐大本营 其实我也是很优秀的嘛 你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 请我出来做节目呢 他们又不傻 对吧 你 不信啊 不信 不信那个 要不那个 少刚老师下棋你 休息一期 我来这儿主持一下 试试看 没事没事 别激动 我人生原则是宁坐凤尾 不坐鸡头 我不来这儿 然后其实除了这个主持呢 我没有想过当第一 在表演方面 其实我也没想过当第一 我就是爱尝试嘛 什么东西爱挑战 那我也没想到 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内深夜食堂吧 就是大家看了 我在里边充其量就是一个群演 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戏份担当 但你说怎么 效果一出来 我还没有黄老师手里那方便面演的好呢 我怎么就 就微博上评价我说 我演技输给一方便面 方便面算演员吗 他是道具 道具跟演员能比吗 有什么这么递死我 就是你不想争第一呢 但有时候你也会成为这个大家讨论的焦点 比如说像刚才大家都说这个热搜榜的事啊 我确实是老上热搜 刚才那个谁说我是什么 组CP 飞飞说我是组CP爱好者 大家说谁上大本营 跟我组CP就能上热搜 其实我知道我这没那么厉害 因为他们在跟我组CP的都是男神嘛 男神本来自己就是自带流量 然后呢又很红 然后支持者又很多 所以一下就上热搜榜了 你不信今天我跟李旦组个CP试试 你看能不能上热搜 但是对了 你也没上过大本营是吧 梦想还是要有的 我期待你上大本营的那天 虽然说有点遥远 还是有人说 无心这人吧 真的是挺无聊的 说挣了点钱呢 全买热搜了 你看别人在那个微博上 买热搜是按天买 他包月买 然后呢他不光自己买 你看很孝顺 还给他妈妈买 我就想说 我真的没有那么无聊好不好 我生活中有那么多喜欢的东西 我还没买呢 我把钱花在这干嘛呀 我就想在快乐大本营 闷声赚大钱 不行吗 虽然说呢 我这个不争逼的性格 很多人会替我着急啊 但是也有一些粉丝呢 非常喜欢我 他们经常就在微博上安慰我说 其实没事啊 我们真的不着急 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因为有些事真的不是争 就能争得到的 那个 这个话跟那个谁共勉一下 你现在还年轻 可能过两年就懂了 别把自己逼那么紧 没必要 开心最重要 然后最后我想说呢 其实很多人吧 把不争第一这个性格 归结为不努力 不上进 觉得你的人生 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我一直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是一个 一直在自己的步调里 不断不断地努力 不断刷新自己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我相信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人的性格来说呢 我们不想当第一 我们也不想当一哥一姐 但是通过我们不断地努力 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们全新的自己 最后祝大家 在步争第一的这个性格范围里 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成功这种语 哈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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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我见过你们 你们没见过我 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娜娜 好久不见了 前段时间呢 我去生宝宝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每天做的事情呢 就是逗我的孩子们 逗孩子真的很开心 很愉快 因为觉得好笑的时候呢 他们就哈哈大笑 觉得不好笑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骂我 但是我家里的人会劝我呀 娜娜 回去工作吧 别折磨孩子了 折磨观众吧 所以我回来了 今天是半决赛了 希望选手们 都放轻松地去比赛 有我在 即便你们尬在台上 大家也会觉得 那一定是谢娜的问题 各位选手 为了我加油吧 那我休息期间呢 你们节目给我带来了 很多的欢乐 像这一季的新人 真的很厉害 像 徐志胜 他简直是百年一遇的 搞笑奇才 我看到他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温号 挺容易就被他带偏了 满脑子都是温号 你这是啥呀 满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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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点像 是卖面还是卖膜呀 满脑子 那给你干卖面脑 满脑子 我的天哪 口音也这么好笑 满脑子 你真是老天爷赏膜去呀 我本来想在这里啊 跨一下李淡 眼光真不错 但他这个人吧 特别谦虚 那别人夸他 如果他觉得承受不起 他就这样 哎呀 哪里哪里哪里 别别别 哎呀 折瘦啊 但是如果他觉得 承受得起的话 他就这样 哪里哪里 嘿嘿嘿嘿嘿嘿 他脸还找镜头 哪里哪里 镜头在哪里 他还朝着镜头 慢慢靠近 真是谦虚使人进步呀 其实我知道说脱口秀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看杨丽啊 网上都是骂他的 他自己都说压力大 想放弃了 我一听就急了 杨丽 你杰森敢骂呢 杰森 这才多少人骂你呀 你知道有多少人骂我吗 太多了 可能你都骂过我 这个有特点的人 真的就很容易引起争议 我刚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很多人骂我 谢娜 滚出节目 结果我怀孕休假 很多人又说 好想娜娜呀 我怀疑他们就是 同一拨人 因为我看到一条评论说 娜娜 快回来吧 我都想你了 而她的ID是 谢娜今天滚出节目了吗 我休息的这段时间呀 我有好几个节目 都找了代班主持 就像大张伟也替我代过班 是不是 对对 搞得我都有一点点危机感了 那我不能表面说 哎 支持你们加油啊 我私底下就会特意去 看一下节目 你知道吗 看了一集 我就放心了 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节目是非常好看的 我就放心带孩子了 让他们多代班几集 等他们快要上手了 我就回来了 哇塞 被气功来了 我的广播体操 哎呀 现在新人出来真的是很快 也许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人再多 我都不走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我还依然保持一个新人的心态 更难得的是 我能保持新人的水平 你在笑什么 我又没有在自嘲 我说这话 只有老脱口秀演员才懂 新人真的太恐怖了 对不对啊 是吧 像那个 豆豆啊 哎呦 豆豆 听说你很会表演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在开什么玩笑 救命啊 所以呢 我还是有我不可取代的地方 比如说 好吧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地方 你们老说我说话没营养 但是今天 我就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经典有机 A2纯牛奶 清和舒适 好营养 适合全家人饮用 请节目组的导演 我今天一路看比赛一路喝 看谁还敢说我说话 没营养 谢谢大家 我是谢娜 我是Sin 现在的人很容易感到孤独 可能是因为太依赖电子产品了 我是不用手机的 连我的朋友家人联系我 都要找我的经纪人 我的经纪人找不到我 只能给我发邮件 要不然你们以为我的名字怎么来的 姓 是我跟他们沟通的主要方式 我最近一次感到孤独的时候 是前两天 刚起床的时候 不小心照到镜子 真帅 太孤独 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因为我不用手机 我不能发朋友圈 这么帅只能来节目让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不用手机聚会比较麻烦 有时候约了朋友 或者是有人跟我说 信加个微信吧 我说我不用手机 对方就会 然后下一个表情就是 不给就不给嘛 转个屁啊 还不用手机 那我也很无奈 那我说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 我说好 我就留一个地址给他 我说我常常在这边出现 有缘的话就会碰到 这是真的 我觉得不用手机会让我更关注人 和别人的相处会更有质量 比如说你跟我面对面说一个事情 那我会说我知道了 但是如果透过手机就是 传讯息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那 我知道了 后面有个笑脸 要不然 要不然 我如果跟你传说我知道了 你可能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不想知道 你们也可以学学我放下手机回归生活 这些年真的有人 被我影响 然后呢 不用手机 然后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 我 我现在讲的都是我生活中真正 没有手机的故事 然后越讲会有一种孤独感就冒出来 我现在出去旅游都会 尽量找能够用现金的地方 真的 我 这个真的很孤独 上次用现金结账又被拒绝了 然后他说 我说我没有现金 手机只有现金 他说 那你用现金去买个手机吗 我觉得孤独有一种好事 会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王者 情结 从来都是我找人 别人都找不到我 我也觉得自己特别的重要 然后每次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也会很激动 我理解 因为坊间有传闻 能见到新的 运气都不算太差 我有时候跟朋友约吃饭 然后 他们都会派一个人在现场等我 因为 如果他们要换地方的话 必须有人在那边等我 要不然我会找不到地方 如果我临时换地方了 也没办法告诉他们 然后有时候跟朋友吃饭 这是我常常会碰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大概吃了半个小时之后 也不要打哈欠 这样我很难过 我很快很快 马上讲完 吃饭吃到一个程度 然后大家就开始低头看手机 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然后刚好服务师人又进来 拿着账单 然后只有我勇敢地孤独地看着他 好 给我 然后他就拿了个二维码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二维码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盖帐吗 我一个人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歌 不会孤独 但是我最近录的新专辑 联金树 哇 这个硬塞得很好 唱得真是太好 那我就回去听一下以前的作品 看有哪些什么缺点 结果发现 太高了 你知道我有多怕高吗 我每天起床就很害怕 这种感觉真好 所以我其实又有一种 那种亡者孤独 其实你真心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会感到孤独的 现在城市人的孤独 都是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给影响 十几亿人都在拼命 你哪有时间去孤独 当你有孤独的时候 你应该要享受它 应该要珍惜它 对不对 那你真的要学孤独你就学我 你没事看剧 或者是看股票 那你就会感受到孤独 因为你常常跟别人看的都不一样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你们肯定 不知道我到底怕不怕孤独 其实我们有对象的男人 哪有时间怕孤独 看我看我 亲爱的 亲爱的我一点都不孤独 我们要两个在一起 才会完美 好吗 大家理解一下 我不这样讲话 回去没办法 那个交财 行李都丢在外面 无家可归的人 才是最孤独的 谢谢大家 我是信 这个大家肯定觉得 我是来宣传新电影的 还真不是 我就是来看这个总决赛的 因为我每次看决赛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到很多选手就很紧张表情 然后我就会很放松 对对对 其实我每期节目都看的 特别喜欢你们每一个选手 特别是今天建国 忽兰 旁博 你们几位在我心里面的排名不分先后的 因为我只喜欢斯文 斯文真的很了不起 斯文真的很了不起 用脱口秀塑造了一个喜剧人物 他老公 对 栩栩如生 今天的主题 笑是生活的解药 所以观众呢 就会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喜剧演员 就是那个送药的人 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味药 我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沈腾 一个叫黄博 他们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药劲还真的蛮大的 我们三个人去吃火锅 就服务员看到我们 然后我觉得明星还是会被认出来 我说你为什么笑 因为你们可笑啊 狂笑不止以后还问我们 你们自己怎么不笑的 好像喜剧人员都没法正常吃饭了 对吧 买单的时候服务员手里拿个二维码 对着沈腾 你过来呀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综艺 就因为学了沈腾这个 你过来呀 结果被贴到那个网上 弄 说我跟沈腾长得多像多像 现在我都不敢带他一起出去吃火锅了 我悄悄地增肥二十斤 就是为了跟他拉开距离 结果前两天参加一个节目 碰到沈腾 发现他在做同样的事情 轻而易举就追上来了 哎呀真的是 你说喜剧演员怎么能够不得抑郁症 这喜剧演员呢 这个其实心里面都是很敏感的 因为一些小事就会引起很大的困扰 比方说减肥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大到基本上可以忽略脱发这件事情 哎 呃你看啊 这个演艺圈现在流行一股歪风邪气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 好莱坞的演员叫克里斯蒂安贝尔 哦这个家伙拍戏的时候真的不要命的 啊 一会儿巨瘦 一会儿就暴肥 然后有个印度演员学他 就就拍什么摔跤吧爸爸 啊 什么汗 什么什么汗 不知道为了减肥流了多少汗 他一会儿暴瘦 然后一会儿又增肌 就把我们演艺圈的风气都带坏了 现在观众都觉得 如果这个演员不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同时又胖又瘦 他就像没有演技一样 我一直在潜心研究一种演技 怎么样可以不减肥还演一个瘦子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太难了 后来我想通了 反正我自己是导演 我就安排自己多演些胖子算了 啊 所以你们知道我的电影都是自导自演的 这自导自演拍戏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有时候一天拍完真的很累 然后这个胖子就很想去吃一顿火锅 然后作为导演 马上就同意这个请求了 因为导演嘛 就是要对自己的演员好一点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那种 这个拍摄现场 拍摄现场的时候 导演其实还是蛮威风的 坐在导演椅上面 带一个耳机 拿一个这个对讲机 我的现场就很灵异 因为那个导演的那个座位是没有人的 上面就贴导演两个座 像个牌位一样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 我在那边演戏 自己趴在地上演 演完了以后自己喊 咔 然后再跑过去以后 看自己演的怎么样 有的时候看到自己演的不好 真的很想拍桌子骂娘 演的什么玩意儿 今天晚上不许吃火锅了 虽然演的不好 但导的还可以 作为导演再去吃顿火锅 总是没有办法 跟自己的欲望和解 所以我的电影主题 都是中年危机 这中年危机呢 有一个设定 好像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 必须有一个角色 叫扮演什么呢 扮演缺席的爸爸 以至于我女儿小宝啊 写这个造句 他们学校里造句 要求她用一会儿一会儿造句 她就写 我的爸爸 一会儿在泰国 一会儿在香港 回家待了 每一会儿 就又去吃火锅了 所以呢 大家说到中年危机 都会袒护变色 这个好像中年才有危机一样 其实大家不必焦虑 因为人生充满了 充满了危机 每个阶段都有 你看比方说像斯文 这个从小父母离异 原生家庭就有问题 又娶了这样的老公 对吧 现在婆媳闹得不可开交 她能干嘛呢 只能说偷口秀啊 把自己的日记编成段子 上来一说观众全笑了 然后笑是生活的解药 她老公也得跟着一起笑 还要鼓掌 喜剧演员在创作的同时 会潜意识地希望通过作品来治愈自己的 生活当中的悲剧 写到电影里面就变成喜剧了 然后给观众看 观众一笑 笑是生活的解药 但是呢 大家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连喜剧演员都会得抑郁症 你们都好到哪里去吧 以上内容是我新电影的主题 好吧 春节党全国上映 敬请期待 好了好了 言归正传啊 今天的毕竟是总决赛 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两位领校员 都是我的好朋友 于谦于大爷 还有吴欣老师 吴欣老师真的是相声说得好 其实他演戏演得更好 而且他这个人呢 做人非常的智慧 他从来不随便 把他演戏的经验 分享给别人 这样就可以保证 德云社其他的同事 接戏的时候 拍一步砸一步 拍一步砸一步 那吴欣就不一样 吴欣人非常的那个nice 我在看那个节目 他每次这个领校的时候 不管好笑不好笑 他都笑得好真诚哦 主持得好 就演戏不咋地 演戏不咋地呢 但是他这个人为人很厚道 他总是到处分享 他演戏的经验 这样保证快乐家族 接一部戏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谢谢谢谢 开个玩笑 你们请入座 好 请入座 请入座 下面呢要介绍李淡 李淡迄今为止 还没有演过戏 拜托就不要再演了 拜托其他透口秀演员 也不要演戏 要演的话 就来演我的戏 好吧 不要随便听 无心的分享 有请李淡 大家好 我是杨岚 收到节目组的邀请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发错了 为什么是我呢 我也不是喜剧人 难道是因为我曾经在90年 主持了央视首档综艺 政大综艺 获得了中国主持人第一届金话筒奖 还推出了杨岚访谈录 先后采访了上千位全球风云人物 给个灯吧 这么一想呢 我还挺感谢脱口秀大会的 给我的履历增加了 轻描淡写的一笔 谢谢 我对脱口秀还是了解比较早的 十年以前 黄西老师在白宫表演之后 我就跟他做了一个专访 然后他办演出的时候 我还特地去捧场 我当时啊就跟他建议说 我说呀 你应该培养一些脱口秀演员 最好呢 做一个脱口秀节目 让他们到场上比 你就在旁边点评就行 这肯定能火啊 黄西呢就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去做了一档科普节目 叫是真的吗 今天黄西作为选手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特别想跟你说 黄西 你现在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吧 是真的来不及了 说起综艺啊 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哈 毕竟我90年就主持了正大综艺节目 那个时候呢 大张伟呢 还在一个人上小学 一个人的小学 我这么有钱 罗永浩呢 还在一个人辍学 李旦呢 在一个人喝奶 为什么都是一个人呢 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看我的正大综艺 顺便说一下 李旦一个人喝的是经典有机奶 有机奶高营养 让年幼的李旦在没有家人愿意陪伴的情况下 依然茁壮成长 来口来口来口 他讲得好好哦 哇 这口条 其实我成为主持人也挺难的哈 那一年呢 上大四 我正在校园里打开水 我的辅导员呢 就看见我就说 央视来选主持人 你也去参加面试吧 我就去了 面试了大半天 最后节目组跟我说 嗯 你的综合素质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够漂亮 什么 什么 我当时听了很伤心 我就心想 那你不早说 这不是耽误我打开水吗 当然啊 我当时没有当面那么说啊 我只是不漂亮 我又不傻 我跟他们说的是 现在选女主持人 只选漂亮 而没有头脑的 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 看来那是被我说服了 居然他们最后录用了我 但是我还是很吃惊啊 一个节目 拒绝一个人的理由 居然可以是不够好看 这放在今天 这放在今天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你比如说 在这个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 如果你想淘汰一名脱口秀演员 理由是不够好看 那最后不得都淘汰了呀 有道理 做主持人之后 我发现啊 当时的大多数主持人呢 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 我就决定了 我要自己写稿 自己设计 第一期节目啊 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档节目 就是希望在茶余饭后 为你增添生活的情趣 我们领导听了 不高兴了 就批评我说啊 我们这可是黄金时间的重点节目 是要有教育意义的 你这么说太不严肃了 我说哦 我懂了 我改 下次节目我就说啊 我们这档节目 就是为了在茶余饭后 教育教育你 领导说 你想法太多了 早知道就找个漂亮的了 那个年代 的确有很多观念 今天看起来都非常过时 包括我们对自己的一些理念 也是过时的 比如那时候我就认为 作为女性 我们要表现得更加谦虚 所以我有一次啊 在采访一位女政治家 埃尔布莱特的时候啊 她就对我说 她说哎呀 我看了你的故事啊 你很成功啊 哎呀 我就说 哎呀 我得谦虚一点嘛 I'm just lucky 她说我不喜欢女生 老实说 I'm lucky 仅仅靠lucky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她的这句话 点醒了我 让我受益匪浅 我说今天遇到你 真是我三生有幸 她说这什么意思啊 我说 I'm just lucky 今天呢 要借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鼓励一下 所有的女生 我们应该 勇敢地说出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想升职 就说想升职 想加薪 就说想加薪 想宣传新书 就说想宣传新书 我的新书 大女生已经上市了 大家想买就买 别客气啊 所以呢 无论男女 有想法呢 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哪怕你想收购苹果 就说想收购苹果 哪怕欠了六个亿 还可以直播还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罗老师 你也是我们大女生的榜样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岚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杨蜜 与其呢 说得很对 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一线女艺人 我也不是什么女老板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美女 成风破浪的姐姐 今年真是特别火 也找过我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 我说我不去 他们说你来吧 我说我真不能去 他们说你一定得来 我说那这样 我给你们唱首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他们说行 你别来了 我呢是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觉得呀 我没有底子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这样怎么可能能赢呢 后来发现 能赢了 我在 当然这些啊 都不是我真正不去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啊 我觉得 就大家看那个节目呀 都是想看姐姐们 互相薅头发 然后呢 我就想到我这个情况 我想我这个发际线 也坚持不了几期吧 所以你看人家与其啊 现在人越来越火 身材越来越好 就是脑门好像有点 越来越亮啊 没使劲哈 没使劲哈 没好没好没好 没好肯定没好 反正咱们正片里没看见 所以啊 其实演艺圈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就是简单的勾心斗角 没有了 不是 那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些人呢 想挑事 就说你看 迪丽热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她是我们家的艺人 她好 公司更好 这个问题呢 就相当于你问李淡 你说 王敏现在这么火 你担不担心 比自己火 她担心吗 她担心 刚才在后台 我碰见李淡了 我说最近忙啥呢 她说 哎呀姐 别提了 学吉他呢 真的 大家平时啊 都是好朋友 平时呢 也会互相问候 互相关心 这不疫情吗 我的工作也停了 我就赶紧打电话 给我娱乐圈的好朋友们 我说最近忙啥呢 啊 你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街梗怼人 开心了 连自己都怼 很多人都说 我是去游高手 那也主要是因为呢 我去游的那几位呢 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会真的生气 你看不熟的人呢 我就不敢说 比如我就不敢说 王勉 你就是讲的不够 吉他来凑 我也不敢说 朱一旦 你不是真的有钱 我更不敢说 毛不易 毛不易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嗯 那咱们就说说毛不易吧 我呢 是明日之子 第一季的导师 毛不易 是那一季的冠军 是最厉害的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明日之子 已经办了四季了 结果毛不易 还是最厉害的 毛不易 你可真是厉害呀 你看 我什么都敢说吧 邓丽姐 年底压力大 加油啊 嗯 今年火的呢 还有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 李雪芹 喜欢 太聪明了 别人在攻击男性 只有他 在消费男性 开始是吴亦凡 现在是王建国 太惨了 消费水平 直线下降 你看我们杨丽在这方面 就有点吃亏了 我觉得 大家误会了 他攻击男性的初衷 你们想想啊 小时候那些男孩子 为什么喜欢 揪女孩的辫子呢 是因为喜欢呀 所以啊 杨丽也是因为喜欢 才攻击男生的 只不过我觉得 策略有点不对 有点幼稚 估计在场的人力 他只能吸引到中美美 先来救救我 我觉得现在男女 对立的情绪太强了 男女平等就好 有时候你会觉得 没有必要去硬碰硬 咱们有事好好沟通 有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用 自己的性别优势 哭一哭也没啥 所以男孩子们 哭一哭没啥 我们会让着你们的 你想象一下 哪天王建国 要是真哭了 你是不是想满足 他的所有的要求呀 行行行 今年让你当冠军 其实2020 是我哭的最多的一年 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 还有疫情 其实我挺爱哭的 我是一个哭点 非常奇怪的人 我看愤怒的小鸟会哭 我看无敌破坏网也会哭 看小时代也哭 当然 看小时代哭很正常 李承如老师看小时代 也哭 其实呢 除了难过以外 更多的时候 我是觉得感动 大家很燃 很热血 原来大家可以这么团结 2020就像一场 很艰难的游戏 有人负责冲锋陷阵 有人负责辅助补血 有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取得胜利的 稳住 我们能赢 谢谢大家 我是杨蜜 嗨 大家好 我是杨蜜 我今天来呢 是因为我爸 人称小林哥 也是一名老警察 跟李战他爸一样 但我觉得他爸打他 跟他爸是不是警察无关 我不是警察 也不是他爸 我都想打他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人人都可以打五分钟李战 我爸呢 是一个审讯警察 审讯警察的工作 就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拿出一个台灯 啪 照在犯人的脸顶上 一阵强光的晕眩下 我爸拿出一个保温杯 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末 点起一根烟 跟犯人说 想想你的家人 犯人立马 立马留下一滴悔恨的眼泪 说 我招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剧里看来的 我爸还说 这样的剧本 不要接 审讯 是需要演技的 我说 爸你不早说 下一集我就出现了 好吗 我小时候呢 去拍杂志 别的模特都是经纪人陪着去的 我 警察陪着去的 可威风了 只是后来有传言说 杨幂今天工作结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其他杂志模特问我说 你这么配合拍杂志 能剪几年啊 我 时尚圈 再逃模特 当你爸爸是一名审讯警察 你真的很难撒谎 有一次呢 我考试成绩不好 很想蒙混过关 我就拿了一堆的诗卷 放在他面前 让他签字 我爸呢 一下就识破了 跟我说 我能接受你成绩差 但不能接受你撒谎 我就老老实实 把那张不及格的诗卷 抽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 上面的成绩说 我能接受你撒谎 但不能接受你成绩这么差 我说 爸 那你也不要撒谎嘛 我小时候呢 很淘气 有一次在家里 拿道具手铐丸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 铐住了 我爸就叹了一口气说 要是所有犯罪分子 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别的小朋友在家调皮 家长会说 再这样 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 只有我 直接在家里自首 审讯警察真的很厉害 看人真的很准 很多新闻 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 CP 一眼变真假 有一次呢 他看完脱口秀大会 跟我说 你别不信 迪丽热巴和徐志胜 假的 假的吗 我说 那可不一定 那可不一定 徐志胜 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 只要看她一眼 都很难忘记 迪丽热巴上次录完节目 回来做了好久的噩梦 每次都会被笑醒 我爸呢 因为是警察 反诈意识特别强 他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你跟他借三万 他就给你五千 不用还了 也不伤感情 后来有些人知道了 明明只想借五千 会假装要借三万 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都说 北京有个大善人 小林哥 为人特别热心 上次就想跟他 借二十块钱打车 上来给我五千 我呢 就受我爸的影响 我的反诈意识 也特别强 两年前 我收到一条短信 说 杨幂 涉嫌金融贷款诈骗 让我去法院出庭审理 否则将在机场 高铁站 对我实施 管制 拘捕 这一看就是骗子呀 我还能被你们骗了吗 所以呀 我一边赶飞机 一边就心想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来抓我呀 我宁可被拘捕 也不能被诈骗 结果后来这件事 是真的 是我的网银 被盗了 有人办了 两千块钱的小额贷款 你说 给我冤的 两千 我 我至于吗 我至于诈骗吗 我跟我爸借就行了 我跟我爸爸呢 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有的时候 我并不想谈 但他实在太专业了 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爸爸 这么多年 在辛苦审讯犯罪分子的同时 也没有放过我 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作为一个警察的家属呢 我也终心希望所有的警察都能家庭幸福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我是杨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感谢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牛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 应该是淡总 他给人说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淡不太合适 因为李淡的人设 崩了 已经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呀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是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哎呦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一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胖人粉丝 人干 你非常热情啊 过来 余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我没有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这三个词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我这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得越狠 我人设站得越稳 不是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 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哎 这有 有人抽烟让人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你看这 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 来我抽着烟 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么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 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与谦 他也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我给他回 我说兄弟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也不应该抽烟啊 你抽烟 你最起码对你自己身体 也没好处啊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啊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自己身体啊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 你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儿 喝酒我也不认为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现在网上还有我喝多了 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喝酒就喝老村长 反正也得说 我就这么愣说 你们打我呀 你们 然后我就感觉 我那句话呀 就 说的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改成 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 很少上台 这得了 说的都是闲话 咱们话题 还归到人设方面来 下面 我们有请 九年前新版《红楼梦》里扮演 少年贾宝玉以后 就再也没有扮演过 什么重要角色 我说这怎么让我念呢 感觉这得罪人啊 我这老好人的人设 也就快崩塌了 有请 余晓彤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很开心 又来到脱口秀大会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 上次李旦找我来的时候呢 还是因为前任三 现在呢 她已经有前任一了 希望她前任三的时候呢 我还能再来 可以 没问题 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说话的 一直都很直接啊 甚至有一点鲁莽 在浪姐刚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我特拽 叫我拽姐 分队的时候呢 宁静姐说 在我身上看到了 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然后呢 建议娜姐选我 娜姐本来想婉拒的 但是在静姐的强力推荐下 她就直接拒了 这个画面啊 被称为浪姐尴尬 第一名场面 但是我其实本人 并没有被尴尬到 因为在我看来呢 娜姐不想要的 并不是我 而是年轻时候的静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公演之后啊 很多网友都在网上骂我 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能拼了 六场公演 我把我会的乐器玩了个遍 各种舞呢 我也跳了个遍 网友慢慢地 对我还真就改观了 都夸我全能 还说 有什么是 于婉婉不会的吗 没有 看到了吗 谦虚 我就不会 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样的一个评价 说 余婉婉真是牛啊 是百里挑一的音乐人 我说这个 百里挑一 那我这个牛是 涓山牛啊 是经典 涓山有机 来选用的 珍贵牛种 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以后夸我可以简单点啊 说余婉婉 涓山牛 其实不只是我 所有的人 大家都特别地拼 比如说娜姐 你们都不知道 娜姐有多狠 她一有空 她就打麻将 但是她打麻将的时候呢 她永远都在练歌 经常就是 你永远不懂 我想被 七桶 想白天不懂 也都黑八万 难怪娜姐唱歌 那么好听 你说能不好听吗 哪一首歌 她不得练个十圈八圈的 我后来就特别特别想 跟娜姐合作一个舞台 我就在群里啊 加那个娜姐的微信 想找她好好聊聊 结果她设置了那个 不能添加好友的那个设置 娜姐咱一会儿就把这个微信 咱给加上吧 像你这么经常的练歌嘛 总会有三缺一的时候 是不是 好嘞 我加 其实姐姐们平时关系都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有一次呢 我发高烧 就还赶上了录制 所有的姐姐们都来给我送药 我全吃了 阿萨阿娇呢 还特地从香港 给我带的药 他们说这个药你没吃过 你一定得尝一尝 我当时其实吃药都已经 快吃撑了 但他俩是我的偶像嘛 你们也知道 我说行 命给你 确实在这个节目 收获了非常多的友情 但是网友呢 你们也知道 更喜欢磕CP 愣是给我组了十几个CP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CP体制 但是好像呢 只要我一跟谁同框 他们就开始磕 今天呢 我来这儿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要是跟何广志 徐志胜 我们三个要有个同框 估计这个CP也没跑了 我这个CP名字都想好了 何至于此 其实浪姐对我影响特别大 以前上节目 大家都让我唱体面 现在走到哪呢 都改让我跳舞了 我一听到跳舞这两个字 我的应激反应了 就连今天来讲个脱口秀 李旦都跟我说 说文文姐能不能来跳一段舞啊 我说跳什么舞啊 跳脱口秀大会舞吗 李旦 虎相伤害吧 好恶啊这个 我还挺怀念在那个浪姐的那段时间 虽然比赛我是都没怎么赢过 但是呢 最好的舞台 赢掉也不是什么坏事 今天的各位选手 其实也是一样啊 尽力去拼就可以了 输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呢 至少跟我没关系 谢谢大家 我是Yuan 大家好 我叫不紧张 今天大家聊的主题是人设 这还最近还挺适合我的 我觉得这个主题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节目是 因为这个主题找我来的 还是我来了之后设定的这个主题 反正意思都差不多 对 这个很尴尬 聊起来很尴尬 是因为聊不好 人设就又崩了 最近我上了一档节目 你们都知道 给了我一个新的人设 叫暖男 我是发自内心的 对我身边的人好 没有刻意地去营造 我也是通过微博上的评论 看到了这个人设暖男 哇 我是暖男了 我谈恋爱了 我高兴了半天 但我还努力地为这个人设 去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网友说 说啊 于晓彤 你 你 你不靠谱 你跟那个谁 赶紧跟他分手 你就是个渣男 你 我不配我们赞扬你 我就赶紧回去看了那些 我那个片段 看了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 哇 原来真的很扎 我很懊恼你知道吗 我就问我自己 我被扎了 我人设被崩了 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前 导演组有给我打过电话 说小童啊 这个为了保护你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这次的剪辑的方向 可能会对你很不好 我接受了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 我发了一条微博 发完微博之后呢 我就有预感 有很多人会骂我 所以 我就删了微博 不是把微博的内容删了 是把微博的软件删了 就好像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是一样的 就是以为减掉了信用卡 就不用还钱了 我承认当时 我做得非常不对 我不管因为什么事情 我都不可能 不能够 把车停在路边 就跟女朋友发脾气 对不对 网友批评的 我非常能接受 但是我翻评论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非常冷静的网友 对我说 对大家说 余晓彤是把车停好了之后 再吵的架 她没有危险驾驶 你们只看到 她情绪管理上很差 但是 你们没有发现 她的安全意识很强吗 我觉得维持一个 完美的人设真的很难 比如说 我很努力地 再做一个暖男 但是很多人就说 她是装的 那我比如在节目里 发一次脾气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绝对不是装的 这个她演不出来 你们要再怎么说的话 我就要发脾气了 我想说 暖男也是我 那个发脾气的人也是我 其实在恋爱的时候 我是努力地 想做一个暖男的 但是 你真的可能 有些时候 你会闹一些小矛盾 或发脾气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是这样的 但真正的爱情 其实也是这样的 都经不起手机的考验 一次也不行 我知道我这样说 又很多人又说 药头 你真假呀 你现在不就又在设一个 真 所谓这个真实的人设吗 你们有看过《红楼梦》吗 里面 对啊 里面有一句话 特别好 假作 真实 真意 假呀 你们可以回去看看 看看我 看八七版的也行 我呢 有优点 也有缺点 我的优点 就是我的安全意识很强啊 但是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 努力做好自己 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 对 然后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的内心 真的就是希望 自己做一个 没有人式的艺人 展现出真实的一面 给大家看 你们如果喜欢 我非常开心 如果你们不喜欢 也没关系 不告诉我就行 因为我会 上微博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龙 大家好 我是袁虹 说实话 节目进行到现在 脱口秀大会 我第一次来录 我不是很高兴 因为 我原来以为 就说几句话就可以了 没想到 还要PK 然后还要跟李淡PK 我觉得特别不公平 你们真的 你们好好看一看 我们俩 我跟李淡 谁更搞笑 看不出来吗 谢谢大家的社会笑 我喜欢 今天主题是要幽默 不要冷漠 我特别想讲这个主题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帅哥是有一定的刻板的印象的 觉得帅哥就是 这种成见就是觉得帅哥很高龙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不是 我特别热情 真的 我是一个很热情的帅哥 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过来找我 说 那个袁弘 你能不能陪我去考中国传媒大学 我二话不说 我就答应了 说我陪你去呗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 我就误打误撞就考上了 他 显而易见嘛 是吧 那 然后 后来 考上了之后 我这同学又不死心 他又去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系 我妈就说 你已经考上一次了 你有一次成功的经验 你能不能陪人家去考一次 是不是 我二话不说 我就答应了 然后 好巧不巧 我就 误打误撞 对 进入了上海戏剧学表演系 然后呢 在之后 我就陪朋友去参加了张欣益的婚礼 结果是这个显而易见的 一目了然 是不是 对 然后张欣益就成了我的太太 其实我有时候 我觉得 心意是挺幸运的一个女生 我挺羡慕她的 命特别好 你看白白捡我 这么大个便宜 就成为了夫妻 要学会夫妻相处 知道 其实我特别想讲一下这个 夫妻之间呢 更是 要幽默 不要冷漠 因为冷漠会使夫妻之间产生隔阂 有隔阂就会有距离感 你看我跟我太太 就没有这种隔阂 没有距离感 我们算是很爱对方 我们都会很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 像她有一次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居然把裤子穿反了 就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把裤子穿反了 就作为她的丈夫 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第一时间站出来 在微博上讽刺她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真的 你们有空体会一下 你们不要笑 就是吐槽自己老婆 感觉还是很好的 还有继续 我老婆因为段子太多了 我老婆有一次吃火锅 很多人知道 就是刷卡的时候 她把三千块钱 刷成了三万 完了呢 她自己还没发现 当天晚上还是人火锅店 自己盘存的时候发现了 然后打电话 打到她那去 你好张小姐 你今天刷卡 多刷了一个零 我们要给你退钱 我老婆反应非常迅速 两秒之内就给出了答案 骗子 然后把电话挂了 你说我能怎么办 作为她老公 我回去我就教育她 我说 老婆 你以前给人的印象是 人傻钱多 你要再这样下去 就只剩人傻了 之后 我老婆就成了 最受火锅店欢迎的女艺人 经常我去的时候 火锅店老板都会问 哎 荣哥来了 哎那个 哎 嫂子没来啊 哎 那挺可惜的 吃吧 除了老婆 我可能最不可能冷漠的一个人 就是 虎哥 谁说虎哥 我 你啊 对 你怎么知道是那个死鬼 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虎哥又是大学同班同寝室 然后毕业之后共识多年 甚至我跟心意在拍结婚照的时候 虎哥还进来客串了一把 对入化了 入化了 然后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太好 就是你说三个人拍结婚照这个事 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老婆说 要不你去当摄影师 跟虎哥还一起拍了好多戏 我跟虎哥一起演过《射雕应传》 看过吗 感谢刚才说看过那些中年观众们 谢谢你们喜欢 那个《射雕应传》呢 虎哥演的是郭靖 我演的是杨康 刘诗演的是慕念慈 然后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就问我 你说杨康是不是真心爱慕念慈 我今天在这儿 作为杨康的扮演者 我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 杨康接近慕念慈 是为了拿到京都念慈安的秘方 为了唤醒自己的好声音 想学一学施口功 我就觉得杨康是不是傻 人家叫慕念慈 又不叫慕念慈安 后来那个戏因为有一些原因 中间停拍了一阵 然后中间有大概一年的时间 新闻说 袁虹一年时间没有接戏 在照顾虎哥 其实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其实虎哥当时也跟我说过 说老袁 你不用一直陪着我 你要不接戏去吧 我就跟他说 我去了 没有你我接得着吗 你看 我还是不照顾你 是不是 我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水果吗 我结婚的时候 胡哥也去了 我重要的场合他都在 他是伴郎 那刚才少康老师说了 伴郎有胡哥 彭于燕 马天宇 刘浩然 我当时就成为史上最帅的伴郎团 所有人都在说 哇 胡哥好帅 彭于燕 好有型啊 马天宇 好萌啊 刘浩然 好可爱啊 真的夸到天上 我当时心里就想 我也想当伴郎 这新郎谁爱当谁当去 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跟胡哥呢 也一直被人称为 史上最佳CP 然后一直到 有一个人的出现 霍建华 对 霍建华的出现 就跟他组成了 一个新的胡霍CP 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讨论 说哎呀 你说究竟是袁洪 还是霍建华 跟胡哥更配呢 跟他关系更好呢 我也很苦恼 有一天拍戏的时候 我还跟欣如聊这个事 其实林欣如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第二天 林欣如工作室 就公开了 他跟霍建华的恋情 欣如姐 一辈子的好朋友 真的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做段子手 没有什么优势 因为人家说 你袁洪长了一张 严肃的脸 但说实话 段子手 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 我非常 内心里 希望自己 能够当一个段子手 今天在场的各位 因为他们的节目 我每一期都看过 所以我希望今天 大家能够送点掌声 给在场的各位 还有 已经晋级的和今天 没有晋级的各位选手 我之所以 没有去选择当一个段子手 是因为 演员还是挣钱多嘛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幽默这种表达方式 我觉得大家对生活 多一点幽默 少一点冷漠 生活是给我们回报的 你就像我 我如果当时 对我那个同学冷漠 我不可能考上上戏 我如果 真的真的 我如果对张欣益冷漠 我不可能拥有一份 好的爱情 我如果对胡歌冷漠 我就没有好吃的水果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洪 大家好 我是那个 飞飞藏红飞 我们今天啊 说的这个第一名啊 做第一名 确实特别棒 我们音乐圈 经常有这种 争第一的事 就是说 比如一个晚会啊 或者一个 就是演出音乐节 全是大腕 那怎么办呀 就有那种人 人家说 怎么办 我要压轴 都想压轴怎么办 说那我 我那个 我降五万块钱 我要在所有人后面 这真事啊 那就不能说是谁了 就是不合适啊 都是于乐圈 反正是一位 就爱穿特别紧的 裤子的一个朋友啊 然后我一听就急了 他说让五万块钱 再最快 我说那行 我找主办方 我说那个主办 我要让十万 我要在最后谈 然后那个人主办 说那个飞鱼老师 说那个 您这次 那个弹键盘 一共就三百五 我说啊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那打扰了 打扰了 打扰了啊 我在键盘手里 不算那个 就是最爱争第一的 我有一个哥们 他是那个 汪峰老师乐队的键盘手 就是汪峰老师 第一次演成会的时候 在工体 汪峰老师自己 才带了五套衣服 他那个键盘 刘木如一哥们 带了八套 然后自己还带了 一个造型师 你们看演成会 中间不会都会 介绍乐手吗 介绍他的时候 他想啊 绕舞台 就是绕这个 工人体育场跑一周 可是他一跑 汪峰老师也急了 说这我演成会 你的演成会 你干嘛呢 这 真的 我跟你说 这要不是皮肤太紧 我迈不开 我早追你去 太不小话 那个吴欣老师 今天也来了 吴欣老师是那个 湖南卫视著名的那个 是吧 这个 组CP爱好者 吴欣老师 吴欣老师 就是比较喜欢组CP嘛 在网上 就那种跟 前两天要跟潘卫卫组 组CP还上热搜了 是不是 那个 只要你想争第一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是飞飞造风飞 我就是那个玩了 二十多年腰滚音乐 结果没想到 去年靠综艺节目 红了奇葩说选手 那个奇葩说之后呢 我获得了一些 那个社会上的关注 就用俗话说 就是有点红了 我这么红 为什么还要来给 池子当队员呢 你说我比建国委屈多了 我跟你说这事 我玩要滚那年 还没有池子呢 那时候 池子还没开始挖呢 那会儿他只能算一个什么 叫概念池 结果呢 就让我来给大家当队员 我心里不平和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 就池子它是 超级死大嘛 是吧 我看今天那个 他也来 他最近说折腾嘛 他最近特别折腾 前来给我打电话 说要搞嘻哈 我说你搞什么嘻哈 我搞嘻哈 你也搞嘻哈 哥我要买最好的设备 你都挑最好的 后来我查单子 一下午啊 最好的音箱 这个几万块钱 这个十万 这个四万 后来我说 那你买这些去吧 他说你哥 那性价比什么 稍微能没有那种的 再便宜点 后来打了三四个小时电话 最后一共赤资 人民币四百多 买一套设备 他从我家搬走一台琴 你说你搞成本 你从我们家搬动一干嘛 然后他说 哥我这琴啊 不白拿啊 我拿完之后 我到时候那个 带你上我的节目 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是当队员 我都不来啊 这边还给我骗证来了 就给他当队员 你看这天 我们这个天佑也来了 天佑 以前啊 我在那个快男的时候啊 我说过 说这个喊麦啊 不适合歌唱比赛 因为没掉 结果不知道 你怎么就跑这儿来了 我那意思也不是说 你就适合 就是语言类节目 你说我这儿考干嘛呀 最近啊 好多网友问我 说你那个 说人家说那个 在北京搞摇滚音乐的 都打过大老师 说你打过 没打过大老师 这个确实 是我工作中的失误 就是 这么多人 就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 做人不要折腾 不要折腾 可是玩摇滚的 就是特别折腾啊 是吧 有人说玩摇滚 内心痛苦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 就是我小时候 我妈打我 我可痛苦了 玩摇滚也不挣钱啊 是吧 那为什么要玩摇滚呢 难道是为了梦想吗 那确实也不是 说谁小时候 不是为了给姑娘弹琴 学得急的 是吧 那你要说你玩摇滚 是为了梦想 那你的梦想 就是给姑娘弹琴呗 是吧 所以说这个恋爱 都是弹出来的 就这么来的 那会儿啊 那会儿我特别想 让别人知道我 弹键盘怎么办 我同时干七八个乐队 就这一个音乐节啊 别人都换人 主唱鼓手全换人 就我一直是我 你知道吗 这要到现在讲啊 这就叫共享键盘手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说我早在今天 那会儿就是走在 这科技的风口浪尖上 是吧 很多人印象里说 这搞摇滚的 穿的 起装一服 然后说那个 就是夸张什么 那没办法 我们在舞台上表演 必须得夸张 你说我们要是在舞台上 穿的那些上班族子 也不行 我要飞的更高 撑不开头 那种 不特瘦那种 不行 所以必须得夸张 然后呢 就是 累死我了 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观众啊 就说我们台上折腾 台下观众也折腾 现在草莓音乐节 他一个个画的那样 比我们那夸张 跳舞比我们都奔放 如果我在台上 我那眼睛看点 我说这是看我 还是看你啊 都那样 但是也不是 所有的观众都特别芬芳 我也感受到那种 特别冷静的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 大学演出 然后你在台上 就那种 啊啊啊啊啊啊 演 然后蝶 说那边的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我说大哥 这也不是讲座 你跟着 稍微蹦蹦呢 他说我不蹦 我花钱就是看你们蹦啊 这怎么办 其实回想起来 你看我前半生啊 16岁开始搞摇滚 37岁上了春晚 40岁上了奇葩说 41岁呢 被骗到这个 脱口秀大会 这脱口秀大会 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个没有必要提 但是我觉得 人还是要折腾 为什么呢 因为人 只有折腾的时候 才能活成一个 别人没有的样子 然后你 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你不能选择你怎么生 但是你可以选择 怎么折腾你的一生啊 是吧 我们都可以这样 不平平淡淡淡的 跟命运上抗争 活成一个 在抵抗麻木的时候 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啊 最后啊 他们说这个比赛会 选出一个叫什么 脱口秀小王 这个脱口秀小王 那我暂时还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知道 菲菲是大王 谢谢大家 我是菲菲赞鸿菲 大家好 我是张杰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 平时呢 我和娜娜就 经常看这个节目 她上次也来过嘛 还模仿了 徐志胜 她来之前 天天在家练 杰哥 喂 杰哥 早 哎 杰哥 给我一个喂 他模仿的月下 我越不敢回家 这么多年 有很多人 不看好我们的感情 我都没有动摇 这是我第一次 对我们的感情 产生了 V号 一年之后的call back 来这个节目啊 我 确实是挺忐忑的 不是怕表现得不好 就是怕 穿得不够时尚 上台前 我还问我的造型师 这套衣服 不土吧 造型师说 杰哥 那你自己觉得 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 我觉得挺好看的 他说 杰哥都这么说了 那咱就换一件吧 我很少 上不唱歌的节目 因为除了音乐 我其他都不是很擅长 出门前 同事还说 去了 少聊歌的事 我说好 那我不提今年 是逆战发行十周年了 他说 你可以聊聊 和娜娜的事 说起来 我和娜娜 是十五年前认识的 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到 五年后 会发行逆战 逆战 在中小学生当中 是非常火的 而这两年 又火了一首 孤勇者 确实好听 我挺上头的 前两天 我的孩子还拉着我说 爸爸 我想听你唱歌 能给我们唱逆战吗 我说 唱逆战吗 战啊 用嘴巴 当然 这我也接受 什么都不会一只火 所以 脱口秀大会的老学手 才会反复来 参赛 今天我很开心啊 没有看到 磅礴 至圣 成禄 这些老人 当时看到了 非常多的 新鲜的血液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老人 都在一楼 来不了 天花板舞台 很遗憾啊 看不到 你们精彩的表演 只能看到一些更精彩的 节目嘛 确实是非常残酷的 就像今天 注定会有四个人 离开这个舞台 我这个话说的有点不好听啊 但是我这样说 最多就得罪四个人 剩下那十三个人 也别高兴得太早 毕竟这才第三期 我这说话是有点太直了 对不对 这样 没关系 我是歌手 我可以把难听的话 唱好听 这首歌送给在场的选手们 就算你今年 可能被淘汰 谁说你明年 就不会再失败 今天你感觉自己 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 放心吧 朋友 你想拿更多 也拿不出来 你学的话 你学的话 这么难听的话 唱出来 果然好听多了 在这残酷的舞台 谁都不会一直在 你拿了冠军 又怎样 只要有人 抱着吉他上台 就会把你取代 这唱出来 是有点直白了 指向性太强 我还是得婉转一点 就会把你取代 这样婉转多了吧 王敏 小文静 大家都在不停奔跑 为了欣州打个目标 假设 每个人 都想 怕得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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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么高 开始有点累了 刚才确实说了一些 不太好听的话 但真话哪有好听的呢 现实哪有不残酷的呢 我也和大家一样 经历了很多 但我们今天 仍然站在舞台上面 坚持着自己的视野 因为 这就是爱 你不归的模样 老舅说容易上头嘛 谢谢大家 我是张杰 我是张如云粉丝 很高兴能来到脱口秀大会啊 第一次讲脱口秀就要接在李旦的后边 有点压力 有一种被巨人站在肩膀上的感觉 不过导演说呢 我在搞笑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 毕竟我长得像哈士奇 你们觉得我长得像狗吗 不像 我不敢沟通 我今天啊 主要是来看比赛的啊 今天这场很激烈 李旦老师搞什么 上位区 下位区 瞎搞 脱口秀是一门纯粹的艺术 被你们搞得 这么好看 这么老少嫌疑 真讨厌 今天选手们要拼的是一个进决赛圈的机会 我们这个行业呢 黄金机会就那么几次 所以主动抓住机会 很重要 大家可能听说过啊 庆余年这部剧 就是我主动争取来的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 当时接到庆余年邀请的时候 他们给我发了一个PPT 特别简单 特效都没加 只有几页纸 其中一页写的还是 谢谢观赏 我当时就给经理人打电话 我说这种项目 是不是不太靠谱啊 然后他跟我说 应该不是骗子 骗子会做得比这更用心点 但后来看了剧本就不一样了 我看了八级剧本之后 又去看了原著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我第二次跟导演见面呢 我就说出了那个八个字 我说 小范大人 非我莫属 我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因为这个句式真的好用 我求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我跟我老婆说 我张若云 非你莫属 等到第三次跟导演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个小时的 对角色的理解 我连这个主角 为什么要叫小范大人 不能叫范大人 我都给他分析得明明白白 我说因为上到99岁的老奶奶 下到刚说话的小孩 他都能聊得来 大家对他又崇敬又亲切 所以才会有既小又大人 这样的一种理解 这是我的理解 当然我觉得导演的理解 也有他的道理 他说小范大人 之所以叫小范大人 是因为范大人是他爸 总之呢 这样就一拍即合了 经常有人问我 说青云年二什么时候拍 有的观众跟我说 自己从单身等到怀孕 等到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 还没等到 这人说我老婆 观众们急 其实我更急 大家知道这个郭麒麟送易 在我们青云年里边 是姐妹的 姐弟的 姐妹也行 现在居然跑去隔壁剧组 谈恋爱了 为了我们青云年二 我第一时间 我就给他们发去了祝福 我说 祝你们有情人忠诚姐弟 其实我们这个演绎这一行 特别容易让人产生 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就是今天这段脱口秀 我以为我能轻松地拿下 但我在家练了好几天 你看我现在汗出的 我发现太难了 我接着这个活之后 我天天在家后悔着 我拍大腿 我说我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啊 我后来我拍着拍着 我发现 脱口秀我不行 我拍灯我行 所以我还是很佩服 脱口秀演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啊 希望今天选手们都能放松心情去比赛 这是脱口秀最好的舞台 无论是谁 只要足够努力 那个控制的位子 未来非你莫属 不过今天暂时数目 我就先过去了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张维琳 开麦人张雨琪是什么意思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你理我一下呢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 什么是开麦人 这麦是我的 这沙发是我的 然后呢 我作为一个唱跳女团C位的全能艺人 这个舞台也是我的 后台待着去 行 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 咱们介绍完了就走 好吧 还有一点就是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舞台 有什么特点吗 民众的声音 特别小 舞台这么小 观众做得这么挤 我不知道你这跨年 要反啥呀 反铺张我们 是吧 不能谦虚不能谦虚 人家礼担今年确实是混得很不错的 脱口秀大会那都是爆款 和腾讯联手还做了一个跨年晚会 但我发现表演的演员一半都是他们的员工 你说不就是个跨年晚会吗 对吗 这跨年晚会员工来的叫什么呀 年会呀 是团建 团建 团建 之后呢有一些看到这熟悉的朋友 他们和这个跨年晚会有什么关系呢 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人呢要么有钱 要么有关系 剩下的呢就是我思维一接不到活的一些脱口秀演员 大概就是这么个规律 我看一看哇塞都是大牌 哇 龙丹妮丹妮总好 龙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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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总今年是特别忙呀 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个跨年晚会是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龙总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哇唧唧哇 今年上的热搜呢 也是稀里哗啦 粉丝们吵得是叽叽喳喳的 然后我跟龙总说 你看你要不要换个公司名字呢 龙总说这你就不懂了 不能换 因为ABBA这种名字 就是颜值高的象征 怎么讲 你看我们哇唧唧哇 在看人家OPPO 我说OPPO是什么 他说OPPO就是OPPO Reno5 拍视频也能拍出高颜值 换彩人像视频 你美颜功能 就像哇唧唧唧哇的艺人一样 颜值高又真实 无论男女拍出来都特别美 你们有必要这么配合吗 谢谢你们 但是我们语其解的广告打的 是吧 就像OPPO Reno5 幻彩美颜 一样的自然 就不像我这么不自然 非常自然 但是不是哇唧唧唧哇这个名字 龙总他们公司的一些艺人的名字 我觉得跟2020年很搭 代表着我们的一些心态是吧 毛不易 不容易又很难 开玩笑 开玩笑 不带这样的事 不带了 不带了 你说你 你真的是 今年演艺圈真的是特别难 你有很多大家朋友都害怕 今年会失业 是不然我们怎么能请到这么多人呢 都没拿那个钱是吧 说什么呢 是吧 你以为这来跨年是太久没有见过摄像机了 希望来看看摄像机 也希望摄像机看看自己 这边还有几位年轻人 陈卓璇 20年创造营 张延祺 19年创造营 徐梦杰 18年创造营 高秋子 18年创造营 没赢 无论是哪年的 出没出道 最后大家还是坐在了一起 是吧 说明什么呢 说明创造营再好 它也是个临时住所 脱口秀 这个小盒子是你永远的家 是吧 欢迎大家回家 真的今天真的是高棚满座 今天还来了很多体育界的朋友们 虽然他们早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比如大洋洋老师 欢迎大洋洋老师 黄建祥老师 不认识大洋洋老师比较过分 你不认识黄建祥人生也没什么损失 我所谓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来 严肃的部分来了 大快年的 让我们赶紧让2020年滚起来 好礼在京东诞生新热爱 本节目由一礼时爱及时送达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 再多负能量也要美出自己的模样 感谢人像视频怎么拍都超美的 OPPO Reno5赞助播出 摇晃的高脚杯高蹲好滋味 感谢反倒有形给你满满仪式感的 安慕西首席赞助播出 解压零食哪家强就找恶势大不浪 本节目由压力听了有点方的解压零食大不浪赞助播出 有娃家长不用慌 好成绩就用作业帮 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客赞助播出 还有最后一个 全新数字坐舱神车高尔夫驶入数字时代 开启无限可能感谢一气大众 全新数字高尔夫赞助播出 干走生意心头啊 真的 警惕了 这辈子没念过这么多 警惕了 特别感谢各位赞助商朋友 因为没有赞助商呢 其实也做不了节目是吧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此时此刻 在看节目的朋友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别闲着 点击屏幕上的爆梗按钮 选出你喜欢的爆梗京剧 给上台的朋友一点鼓励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迎娶 透过秀反跨年的惊喜福利 对 但是你们的投票呢 是不能左右结果的是吧 因为你们改变不了过去 对吧 好 我的口播念完了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赞助商朋友 和平台的支持 我就完事了 然后呢 台上真的不是都是观众 其中有很多位 今天都会上台表演脱口秀 所以咱们就 走吧 后台准备吧 撤 撤 快 后台准备 马上开始 你当你该去的工作岗 我去我也去 马上开始 主会场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大湾区的分会场 我是张志玲 真的很高兴 用这种方式 跟大家来一起跨年 我先跟大家摆一个年 祝大家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我呀 本来以为简单 如一个祝福就可以了 没想到 节目主说 这个景花了不小钱 让我多讲几句 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能花多少钱 这块布 还是我家窗帘改的 2021年呢 过得太快了 上半年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上半年我一不小心去参加了披荆奖机的哥哥 结果就打消了我退出这个计划 节目是我老婆逼我去的 我一开始很抗拒 披荆奖机嘛 我一听就知道是个体力活 喂 我都五十岁了 白奖机都攒不动了 但我老婆说 你不去就陪我去买包 那好 我马上去 不要跟他对着干 对不对 毕竟他也是五十岁了嘛 不听老人言 是什么 赤鬼在眼前 对不对 那去的时候呢 我已经做好了我的心理准备 肯定会有很大的挑战的 应该会跟很多人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过一种集体的舒适生活 但我没想到 最大的挑战 是要听懂陈小春在说什么 我跟大湾区其他的哥哥 讨论的最多的就是 小春到底在说什么 那他们都说 我们都不知道啊 不过小星期那个节目播了吗 我们一起看字幕不就知道了吗 你们看节目的时候呢 我知道是很高兴的 但其实真的很累 保持那个体型很累 保持那种状态更累 我记得有一期公演啊 观众很惊讶地说 怎么张志玲的胡子白了 我们的青春也结束了 那我就很奇怪了 你们的青春结束 不是应该你们要白胡子吗 而且我都结巴年纪了 不要说有白胡子 有白内将也不出奇吧 总之呢 参加完哥哥 总算是完成了我老婆的心愿 我们已经说好了 明年轮到他去参加 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不又再做哥哥了 我要做姐夫 你要当姐夫 也要看我愿不愿意 你好 你好 亮亮姐 你好 你不会说参加这种节目呢 很好的吗 也可以过一种集体的生活 也可以学习 怎么跟人家相处 也可以多听听人家的意见 我当时就是这样被你骗过去的 这些话呢 骗得了你 但是骗不到我 你知道吗 我在家里面很忙的 我很多招物要操心的 你还有招物要操心 是叠那种脏衣服吗 你们知道吗 脏衣服 她说还是要叠得整整齐齐的 我跟她去旅行 每天换下来的衣服 她都要我叠得整整齐齐 喂 我都拍过TVB过 我只是听过 一家人才要整整齐齐 如果你把衣服叠好呢 行李商 这可以多很多空间放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 你想买一点 是不是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空间呢 我买东西有什么问题呢 我买的东西都是家里面要用的 我的包包也是家里面要用的 以后呢 儿子叫女朋友 如果那个女朋友对我儿子好呢 我送她一个包 但是如果她对我儿子不好了 我就谢谢她 为我省了包 都是开玩笑 我会跟她说 我给你五个包 离开我儿子 好的你给一个包 不好的给五个包 那谁会对你儿子好呢 看到了吧 你们的人间理想张志玲 就是这样对我的 从来不说甜言蜜语 每年呢 最多就是在那个结婚纪念日 接个吻 她还说 你又没有重病 你又没有重伤 不需要什么临终关怀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很浪漫的 我还记得 当年就是在一个跨年的晚上 跟我一吻定情 所以呢 大家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跨年也是特别容易做错事的 节目主请我来的时候呢 我说 哇 是跨年 我特别的谨慎 当年就是一不小心 就达进去三十年了 你相不相信 我会再让你踏进去三十年 你这一辈子都跑不掉的 谢谢大家 我是袁永吴 我是商官发展 也要陪老婆的张志玲 我没做我脱口秀 所以别期待我 首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郑君 今天特别的荣幸来到这儿啊 因为今天我们那个 有这个于谦老师 我们北京摇滚协会副会长 在这儿 向我们副会长致敬 虽然我连会员都不是 我原因是觉得这个 北京摇滚协会 协会这件事啊 特别不摇滚 但是让于谦老师当副会长这事儿 特别摇滚 但如果让郭德纲来当会长 我觉得更加摇滚 今天这个主题啊 说的是这个生活的甲方 我虽然我也不是甲方 我连乙方都没当过 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想要的是 那个甲方的控制和这个占有的感觉 人都需要这样的感觉 我有一辆复古摩托车 全手工的 特别好 这个贝克汉姆有一个 钢铁侠也有一辆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也得有一辆 然后但是这车 我一共只骑过一次 因为太沉了 我看过一个新闻 说是这个贝克汉姆有一次在贝富里山骑这个摩托车 倒了 扶不起来 最后找了一个路人帮他扶起来这辆车 我寻思着贝克汉姆都扶不起来 那我就更扶不起来了 只有钢铁侠能扶起来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 是我买这辆摩托车的时候 那个店家送我的一辆 免费送的一辆小电动车 因为呢 很好用 我每天骑着它接孩子 你说我一玩摇滚的 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去接孩子 我打心眼就觉得 特别方便 我发现啊 不管你多大的腕儿 接孩子的时候都是一个德行 都是灰头土脸的 有一天我接孩子的时候 碰到一个我们圈里的特打的腕儿 骑了一个女士自行车 我们俩相识一笑 很尴尬 聊了两句就赶紧骑车走了 我穿梭在各种接孩子的车海里 感觉很孤独 但是我很快 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少年得志 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小鲜肉 我那时候还有一点忧吃 周围那些朋友也都是老郎啊 亚东这些 也少年得志的朋友吧 我当年找过 郑亚东编过曲 郑亚东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特别的磨叽 我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 我说亚东那个编的怎么样了 他说我的 老郑我在编不在编 有一天我在滴厅里边 跟朋友们一起去滴厅玩 然后唱片公司又给我打电话 把我逼急了 我又给张亚东打电话 我说亚东 编的怎么样了 我说唱片公司已经 跟我急了 亚东说 哥们正编的 特别好 快编好了 放心吧 然后呢 我特别高兴 放下电话一回头 亚东在我背后 我们俩相识一笑 又很尴尬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 就是 那是真正的假方的心态 虽然他是乙方 讲这个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人年轻的时候应该造起来 应该可以多试错 可以犯错 当然不能犯罪 因为你都尝试了 你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等你尝试了一大圈呢 最后你会发现 那些特别花里胡哨的 特别看起来很高搭上的 牛的东西 比如像我那辆大摩托车 就只适合摆在那 给别人看 真骑出去是特别不靠谱 我现在已经不去夜场了 也没夜生活 每天就是骑着小电动车 回家陪陪孩子 然后呢 修修摩托车 挺好 除了修摩托车以外啊 我有时候也修修馋 我有很多非常棒的 修缠的老师 有一个老师之前跟我说 他说人生要面临 三个未知的大谜题 什么时候死 在哪儿死 以什么方式死去 去年这位老师临终前 我赶到意大利 托斯卡纳去探望他 老师熟睡以后 我就回到了房间 结果不小心摔倒了 脑袋摔在一个大石头上 血流如注 那一刻我就心想 这三个人生的大问题 我终于要知道答案了 后来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 老师都已经要临终了 我把大家再弄到医院去 也特别不合适 等回到北京再去医院呢 我跟大夫说 要不您再给缝缝 大夫说 这已经都过了72小时了 伤口长得挺好 要缝还得再拉开 说这个呢 想说的是 一辈子的你 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就那三个谜团 你到最后适合才会知道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其实都不是事 坦然面对很重要 唯一能做的就是 放松点 面对已经在发生的事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验 年轻的时候呢 这些话都听不进去 也坐不下来 现在呢 我可以坐下来了 而且我现在居然可以坐下来 跟我妈聊天了 跟她聊天 是我听我妈说 说这些车骨骼话 我其实还是不太听得懂 有的是也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是 看着她很快乐 我就特别快乐 我觉得 有一句话叫 摇滚不死 但是呢 摇滚人 肯定还是 很难说 还有 有时间还是要多陪陪家人 最近我特别喜欢一句 我自免的一句话 叫心静要能入禅定 身强要能玩摇滚 谢谢 我是定居 李淡你好 李淡你好 我为什么要问我自己呢 不应该是你问我吗 你嫂子再哑呢 有我哑吗 最近在忙啥 我在想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你们觉得她觉得我是孙丽还是周迅 我演的是如意转 虽然我觉得你非常没礼貌 但我觉得如意转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对吧 哦 真魂转也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那你能写出如意那个意字吗 我觉得你这个谐音梗 还不如建国 周迅对吧 可以相提并论 对吧 我觉得今天在这儿这么多的朋友啊 我觉得说出一个就太少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了好多个 李淡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应该翻板子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你就真的一句话都不说吗 啊 捐身牛是一种珍贵的牛种 数量大概占中国奶牛总量的1% 经典捐身有机奶 选用的就是珍贵的捐身牛 真的牛 他这嗓子也不哑 他这嗓子也不哑 我觉得你还操心我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离婚的事情 哎 哎 我们掌声感谢主席 请坐 请坐 请入座 请入座 大家好 我是秦浩 哎呀 透口球大会非常喜欢 最喜欢罗永浩老师 今天还没来 觉得罗老师特实在啊 听说欠了好几个亿 要上综艺赚钱还债 结果没想到 你看录了几期不来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脱口球大会来钱是快啊 其实我啊 以前也不怎么上综艺 我最近上综艺呢 是为了配合宣传 就希望我的那个隐秘的角落能报 所以呢 在那个隐秘角落刚播的那几天啊 我就问我的工作人员 我说戏报了吗 他们说 一般 说哥 你要不你再接俩综艺 我就接 我说行 又发酵了几天 我问 我说那个咱那句报了吗 工作人员跟我说 报了 报了 不用委屈您 再接综艺了 我说 这么容易就报了 这 这委屈 我还没收购呢 我还能不能再接两天综艺 这不前两天吗 我就碰到了这李淡 我就问淡总 我说你那节目都录到第八期了啊 我也想给我女儿 挣点奶粉去 你看 我还有没有机会 当时李淡吓的呀 就跟我说 说哥 哥 你要来 肯定有机会 可是 你得在这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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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我懂 是不是说 蓝河绵羊奶 奶源稀少珍贵 全新推出成人奶粉 满足你全家的营养需求 你看 我今天不就是来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你主动 就会有机会 现在呢 我呀 是走到哪儿 都要说这个剧里的那些梗 说实在的呀 我自己都说烦了 但是架不住 那个节目组要求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以前 我特看不上那种 就是那一首歌 唱一辈子的 结果我现在 自己成这样了 我现在去哪个节目组 我都先跟他们说 我说 一步爬山 二步拍照 三步唱小白船 有志气吧 节目组导演 当时跟我说说 浩哥 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换人了 我说 蓝蓝的天空 云和里 有志气 小白船 他要是再拿下来 一个假发片 哎呀 很无奈呀 但是今天我来这呢 确实有点紧张 因为我发现 大张伟坐在那了 我这人啊 特怕和那个 画蜜的人 在一起待着 刚才我还想 我说要大张伟在 我干脆我就回家算了 后来我一想 我要回家 我老婆在家呢 哎 算了 还这是清静 其实《隐秘角落》这部剧啊 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接 主要是担心米丽 我女儿叫米丽 在学校受欺负 因为那个小孩嘛 童言无忌 就觉得说 哎呀 你爸坏人啊 怎么怎么样 就怕孩子受欺负 所以我就跟那个导演 心爽 我就说 我说 我说 我不想演反派了 当时导演就跟我说 说 哥 这次你演的呀 是一个数学老师 爱运动 爱摄影 同学们都喜欢 到他家里面 就上补习班 我一想 我说 哎呀 那这人物挺阳光啊 结果拍完了一看 我才知道 我是阳光了 给别人留下的 全是阴影啊 现在呢 反正就老有人觉得 我就是张东升 我说呢 人是人 戏之戏 可能有些人 就是人戏不分 包括我的那个经纪人 也问我 说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心理变态 我说你看个剧 我说你看魔证了你啊 你看 我用生命给你保证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经纪人跟我说 说你算了吧 你还生命保证 在你张东升眼里 生命值钱吗 特别无奈 今天来到这儿呢 还看到了我的老朋友 陈璐 好久不见 上次见还是在 吐槽大会的夫妻场 如今 如今物是人非了 对我不能笑着说 如今物是人非了 然后我在后台 我看见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陈璐啊 没事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陈璐说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害怕 我说你想什么呢 我说你比赛还有机会 所以说今天呢 来这个 听说是个晋级赛 我就想说啊 这只是个综艺 好不好 大家都放松 别认真 如果你要太认真了 你就输了 你就不幽默了 所以啊 别总想着晋级 想着什么爬什么脱口秀的顶峰 你爬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爬山多危险啊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大家好 我是杨天真 帅帅帅 谢谢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啊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和你们一样啊 这个节目每期我都看 确实呢 没有能牵的人 我为什么会来这呢 因为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吉祥物体质 所以来这呢 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也不是为了牵人 主要呢 是为了给你们公司冲冲洗 不知道这个 如果我来了以后 你们公司运气还不能好转 但总 你就得派个人娶我 我跟罗老师也认识 他听说我要卖大马女装呢 就主动关怀我说 要给我当大马男装的模特 我就说行啊 反正我也不卖大马男装 直播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事啊 我前阵子直播了一下 因为那个我领口开太大 就被提示说 主播着装不规范 有些人就采出我说 是不是要靠这个领口 领口大伯出位啊 我是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领口都大 领口小了 头头进去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就是钱吗 我其实是一个从小 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要不然也不能当经济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18万 让我去留学 那个我没去 我就买了个房 对 这结果很容易猜吧 三年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拿了50万给我妈 然后呢 我妈又给了我18万 说要不然你再去留一次 我是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从不花冤枉钱 比如说这个热搜 我就是从来没买过 你说有那钱 我买点啥不好呢 比如我可以买两件 挡胸口的假领子 我呢 或者干脆买个斗篷 是不是 我自己要做大马女装呢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就有点难买到 合适的衣服 有时候去逛商场 说试一下 售货员呢 就会用那种 很看不起你的口气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好 心里就是 真的很不爽 我就会想说 再这样的态度 老娘就把你这个店买下来 然后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店了 因为我做了14年的经纪人嘛 要处理特别多的突发事件 所以常年处于一个 高压状态下 那怎么解压呢 其实我就是靠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我心中有一个等级 不同的事情呢 就靠买不同价值的东西缓解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 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最近又听说呢 有的艺人要生孩子了 这么大的事 还能买点啥呢 那就只能买点蓝河棉羊奶 送给他们当礼物 蓝河棉羊奶 全羊乳配方 羊奶选蓝河 你看我顺手帮你们节目组 把奶粉钱也挣了 你看我赚钱啊 就是赚这种顺手钱 虽然呢 我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其实我没有把赚钱 当作过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钱其实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因为人活着呢 是要为了自由和快乐的 本来做经纪人这么累呢 我就不想做了 说改去做直播吧 但是一改 又被提示 领口太大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头一打 领口又得更大 我自己呢 因为一直是个很张扬的人 但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需要藏在幕后的 所以我现在好了 我不做经纪人了 就充分地自由了 所以可以做任何 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在一个舞台上 劈叉 但是过去 过去 我一直没有这个舞台 今天呢 我觉得简日不是壮日 我在这里 给大家 劈个菜 真能屁啊 大家好 我是沈默豆豆 却还是那么天真的 杨天真 哦 保伯们 你们好吗 好 自己一个人 没有别的姐姐跟我争舞台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张萌萌萌子 很高兴来到脱口秀大会 我已经是第三个 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 节目的姐姐了 之前呢 有雨淇还有盛一对吧 你说就你们这个 请嘉宾的节奏啊 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误会 我们那边拼命的乘风破浪 就好像是为了上你们 这个节目似的 是的 是的 反正前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啊 但我是真的很想来这个节目 谢谢丹总 谢谢制片 成风破浪的姐姐 邀请我的时候呀 他们就说 说这个节目啊 需要找一些已成名的艺人 来参加女团 当时我一听 已成名 我内心真是毫无波澜 云淡风轻的就去了 你们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呢 应该能感受到 我呢 总爱跟人打交道 碰到个姐姐就说 哎呀亲爱的 我有个戏要找你啊 宝宝 我一个角色很适合你哦 我现在呢 有网友替我数了一下 我已经欠出去 差不多一百多个角色了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制片人 我去这个节目呢 也不是为了成团 就是为了出关系去的 毕竟啊 多个姐姐 多条路 对吧 杨天真姐姐 节目播出之后啊 姐姐们越来越火了 很多姐姐啊 都出去接一些活啊 唯独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 没有回过家 没有出去 接过一个商务 这个人 恋得非常狠 他就是宁静姐 静姐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商务 蓝河绵羊奶 他们公司新推出了 满足全家营养 需求的成人奶粉 有了蓝河绵羊奶 即使你一直待在长沙 你全家人的营养 也能跟上 surprise 没想到吧 静姐 你不接商务 商务也能来找你哦 你们可能会觉得啊 我们这么多姐姐在一起 平时肯定会有很多摩擦 扯头花什么的 其实并没有 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我们平时啊 同吃同睡 24小时都在一起 关系怎么可能出不好 再说了 到处都是摄像机 你去 你也能出得好 我这个人吧 做起时间跟别的姐姐 有点不一样 我事情比较多 起得呢 特别早 大家都害怕跟我睡在一屋 怕被我吵醒 有一次黄胜一呢 就跟我分到了一个房间 他就悄悄地 给孟佳打电话说 佳佳啊 我麻烦你件事情啊 你可不可以跟蒙姐睡个房间 跟我换一下好不好 这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她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 是凌晨三点 我刚起床 但姐姐们啊 都非常的聪明 私底下特别爱跟我聊天 总跟我说 蒙姐啊 以后有什么戏啊 可以找我啊 我也可以演戏啊 然后等到选组员的时候 我数了数 我一共站起来六次 没有一个人选我 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敢跟我 四目对视 后来我去问他们呀 我说你们都不选我 到底是因为我实力差 还是人气差 他们认真的想了想说 为什么不能都差 没有啦 其实我们姐姐们之间呢 还是有真友谊的 他们对我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我淘汰之后 我感觉那一刻 他们都成为了我的真姐妹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他们为我感到伤心 以及为他们自己 感到开心 但我无所谓啊 我要的又不是成团 我要的是姐姐们的爱 对不是 很难相信 听说啊 你们这个比赛也挺残酷的 今天只有三个人能晋级 我能告诉你们的呢 就是不要害怕淘汰 比赛就会有得有失 有时候 你获得了失败 马上就能收获友情 解祝你们今晚 都收获满满的友情 谢谢大家 我是张萌 我现在站在C位了啊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我这个人啊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 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 国内外的比赛我都爱看 我特别喜欢直接地表达 就是比如今天 如果我觉得这场不好笑 我就会告诉人家 一个人有什么不足 你不告诉他 那你不就是害人家吗 你说人家这手机做的 他就明明做不了手机 你还非鼓励他说你能做 结果现在连飞机都费劲了吧 说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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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 说我呢 听出来了 说的是我 说的是我 李淡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红的 起范儿了 心想呀 这有几个男人敢在我面前起范儿啊 带哥呢 是在我面前特别老实的 都不敢大声说话 姐 帮忙念个广告呗 我说我为什么要念广告呢 我说我又不缺钱 他说但是我们缺呀 而且中国也缺好养奶啊 什么是好养奶呢 他说蓝河绵养奶啊 全养乳配方 好养出好奶 好奶选蓝河 我说蛋哥你真是变了 他说对 我是变了 但是好养奶永远不会变哦 今天我听说就是 来了很多脱口秀的演员 他们在之前比赛的时候 非常的紧张 对待比赛也非常的消极 觉得喜剧是不可以拿来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比 能比 李淡 就是不如周星驰 我觉得能比已经很荣幸了 比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现在就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成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然后我们那个团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 跳舞从来没跳棋过 就舞蹈老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说 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谁练不好 谁都不准回家 然后八个小时过去了 老师看着我说 雨淡 你努力一点 老师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老师 舞可以乱跳 话 不可以乱讲哦 这个舞台我是觉得还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斗志的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但是我一上那个舞台 我野心就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赢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站在C位 终于有一回 这导演就跟我说 雨淡 你今天可以站在C位了 但是ending的时候呢 你得跪着 哎我就说 没问题啊 然后就看到旁边的人全都是 咔 腿一下到不这儿 咔 手一下举到这儿 然后我就 哐当 跪在那儿 就好像对全世界在道歉 对不起 姐是C位 所以我就是 很羡慕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根本就不用争C位 你们台上就一位 我是觉得这个幽默呀 还是很需要这个人的内心强大去支撑的 你看这些选手往这儿一坐 看看啊 都还没观众好看 你再往那边一看 两位导师 李淡罗永浩 对吧 你这儿就明白了 好看的是观众 普通的是选手 丑的是导师 然而呢 我一会儿还要和他们坐在一块儿呢 真幽默 这个幽默呀 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的 所以我现在心态比较好 现在谈起我的感情呢 我的状态都是比较open的 外国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 你这没什么 你这不离三次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我更担心 我很快就能进好莱坞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恋爱呢 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 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说回正事 咱们今天是来比赛的 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别紧张各位啊 大家都不要害怕比赛 因为呢 其实比赛就不要怕输 就像我在那个节目一样 我就全力以赴 你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因为输就输呗 我的本职工作 也不是唱歌跳舞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 脱口秀的比赛上输了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各位选手们 造起来吧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